开始没 你猜 晚上好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你们今天开心吗 哪里没有推送 这不刚开始吗 刚开始才30秒 还没来得及推送呢 不要着急 好不好 我们以后会让大家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的 我都说了嘛 曲曲是光 无孔不入 对不对 你看我的新书的名字 就叫你就是光 我觉得这个书名 特别特别能够表达 我一直以来想要成为的 想要锚定的 然后 也能够表达大家对于我的 印象 认知 对吧 怎么会没声音呢 马上上线了 我们说啥说上啊 还有多久 一周之内 大概率一周之内啊 我不能说一周十天内吧 十天内吧 你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圈里头 持续的去关注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推送这件事的 然后呢 我们也尽量的会把我们这个 能够买书的这个渠道呢 会尽量的把它拖宽一点 好不好 让大家不要错过这个信息啊 这是谁呀 问我谈了多少个男朋友 你怎么回事啊 曲曲全网无前任 好不好 没谈过 问就是没有 没谈过 知道吗 下一个就是初恋 问这些什么玩意儿 真的是 是直播 是直播 现在是2023年的10月26号 我是10月29号的生日 还有三天 还有三天 我就要过18岁的生日了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角点播关注啊 左上角点播关注 大家把能够看到我的地方 尽量全部关注点起来 这样的话呢 以防大家走丢 我们每周是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习我们的金贵的关系 进我们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 或者是想要了解 更多更多跟曲曲有关的信息 然后怕走丢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哪里人 我是武汉人 然后长期在上海 天蝎座 怎么 想娶我回去当老婆 你要偷偷算我的八字 我不给你 来来来 我们开始连麦了 我们开始连麦了 不是录播 是直播 有看到有播我的回放的是吧 对有很多的粉丝很爱我 所以他们会自发的 哈喽你好 哈喽曲曲 请问声音OK吗 好的你说 我先表白一下 之前特别容易被光环白批 然后后来看了曲曲 虽然还没有说拿到特别特别大的结果 但是至少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 是已经形成了正向反馈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 我是00年的双一流本科 刚刚毕业 我的专业比较水 身高1米75体重52 有兼职过模特 所以颜值应该有7 我的家庭是四线城市体制内 年收入只有十几个 父母的理财能力比较差 家里是完全没有存款的 然后毕业之前 我认识了现在的爹爹 他比我大24是76年的 扯过快乐症 然后身家应该是几个小目标 是个多偶皇帝男 在我之前 他还有另外两三个长期的女嘉宾 刚接触第一个月的时候 他给了我20个米 然后之后是每个月四个 那个时候他提出我们先接触半年 后面他要通过投某姿以某名去漂亮国 就提出想带我去那边读研 然后在那边给他带一个有漂亮国身份的蓝色宝宝 因为他本身是有两个粉色宝宝 所以就想要一个蓝色的 并且他让我选专业是选那种教育类的专业 为了以后让我亲自教孩子 而不是说那种带了球丢给他就走人的那种路径 再后来也就是前两个月 他办理以某名的agent给他把材料乱搞 所以他的申请其实是被拒绝了 他后半生的规划也相当于是完全被打乱了 于是他现在找人介绍了一个有漂亮国身份的女嘉宾 准备跟他进围城 也由这个女嘉宾再给他带一个蓝色宝宝 他是觉得如果决定跟这个女嘉宾进围城之后 就不能再有为外关系的 毕竟他为了这个身份准备了将近十年 所以想让我理解他 但是他也答应日后要是我遇到困难的话 他会尽力帮助我 前天的时候他父亲查出来得了癌 然后在不知道他父亲生病的情况下 其实我连续几天就是发消息 或者打电话让他给米 他虽然没有回我消息 也没接电话 但是还是给了我四个米 然后才告诉我他父亲得了癌 并且也挺严重的 不知道今年为什么这么倒霉 就想先跟我分开一段时间调整一下自己 自从他跟我在一起之后 其实一直挺倒霉的 就生意上出了大问题 然后那个姨某名也被拒 然后父亲又得了癌 不知道因为他比较信那方面嘛 不知道他有没有迁怒到 跟我不合之类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 第一我目前的主要诉求是 有一个人能够支持我出国提升学历 我提升学历的目的很简单 第一是除了提升学历包装自己 第二个是要是有机会的话 也想在同学里面找到能够走婚恋关系的对象 之前他提出准备进围城之后 我就想着那既然没办法跟他去漂亮国了 那我就想去UK提升学历 他当时是默认答应了送我去 但现在他在低谷期 同时也跟我提了分开 我感觉我要是在这个时候开这么大的口就有一点不懂事 不知道我提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比较合适 你肯定是这个时候提啊 你再等别人已经都把你的 你一个人分三节 你现在三不渣已经被人踹出去了 你还等什么 就是要这个时候搞啊 越是要让他在不爽 或者说在有烦心事的情况下 你越是要怼着他把这个事办了 他太舒爽了的时候 他对你的感情有淡漠 他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帮你完成后门的事情了呀 哦 好的 那就是相当于是现在就直接提说 之前答应我的事能帮我办到了 就是说之前答应我的事情 你必须要现在立刻就帮我把这个事情办了 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就算是要去漂亮国 我要跟着你一起去的 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 有半年了 大概现在是拿到了五六十的样子 你就再拿个五六十呗 也别想要多了 多了也没有 这男的总身家多少 一个小目标 具体我不知道 但是我之前帮他 因为我帮他翻译过他的流水之类 我看到他月盈利应该是一两百的样子 月盈利一两百 那他有你呀 哎呀 那他有你呀 这个人怎么这么的不爽快呀 连连呼呼的 感觉他好像给其他女人 应该更 给其他女嘉宾应该比给我更多 包括他给自己的粉色宝宝 请那些家庭教室之类的 也就是想找我的好闺蜜 就是因为我闺蜜 学历非常top 然后他给我的闺蜜 这男的就是个纯纯 纯纯生意男 纯纯生意男 你怼着一点吧 怼着一点 不要太那个了 你这个柔来柔去的 软来软去的 他到时候人都跑了 抓都抓不着他 嗯好的好的 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他现在 因为这是还没考虑到您刚刚给我的回复的时候想的问题 我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他现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跟我提分开 我就想说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再继续 因为其实 管他有没有可能 不要想这个问题 你们不要想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这个事情不需要思考 你们永远都把你们的思考放在自我的价值成长性上 只要能够把这个米拿到好好的去上学 别管他有没有可能 多的很的千千万万的大哥等着 你才多大呀 真的是 因为我其实也是比较想早一点进了围城 可能跟曲曲最开始提到的 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有婚恋焦虑的时候 我现在可能有一点这个状态当中 哎呦自己的平台没有上去之前呢 想这些东西都是白的知道吗 没有意义的 好的谢谢曲曲 还有问题吗 那我的问题结束了 好拜拜 拜拜 挺生意难的 他一定是他所有的付出都是基于 你能为他提供什么的这个基础上面 非常的显著 对吧 你能跟他带球 他就多给你搞点 你不能跟他带球了 马上立即撤退 他再找一个也得找一个能跟他给身份的 这种男的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啊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或者是月连麦啊 或者是怕走丢 怕找不到我的直播间 怕我关播失联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思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你们特别容易被一些男的传递出来的负面情绪 就是影响到 然后呢导致你们很多想要开的口呀 想要提的诉求呀 就不敢提了不敢说了 其实我告诉大家了 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 任何的一个成功的人 他在很理性的时候啊 他所有的语言和情绪以及他的动作 都是为他的终局目的去服务的 所以说他对于你的这种情绪施压 什么觉得你这不忘我呀 那什么运气不好呀 什么我因为遇见了你呀 我这不行那不行 他就是为了杀价 他就是为了让你去降低这个物质预期 所以他才会有一二三所 所以不要听他 我跟你们讲最核心最核心的点在哪 就是永远的想一个问题 我要什么 就够了 其他所有的问题都叫边缘化信息 我们脑子里永远都是一个问题 我想要什么 他所有说的这些话 全部听完 你就当他阿八阿八阿八 阿八完了以后 你再跟他说 但是我要什么 明白了吗 不管他那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阿八阿八阿八 八完了以后就 我知道了 那么我要一二三四五 对吧 他说了一大堆 好了我知道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 但是我现在得需要100个W出国留学 这个是你之前的许诺 你现在立刻给我兑现 懂了吗 不要听他其他那些东西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交流形式 最简单 不用什么技巧的交流形式就这样 一口咬死 你知道那个王八吗 你们知道那个憋吗 就是那个筷子一伸过去 他一咬 咬了以后就不松口 懂不懂 懂不懂那个状态 这个状态 你们对待老油条 对待老江湖 对待生意难 积累难 就这一个方式方法 够用了 来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 哈喽你好 哈喽不是我吗 是的你说 我刚才以为我是第三个 哈喽曲曲姐 我是你的小迷妹 也是金贵的学员 就是相见恨晚 然后现在终于排上队了 特别开心 然后我今天想咨询的问题 就是围内关系出现了外援的问题 然后我有稿子 我快速的念一下 你听一下 我的基本盘 是我32岁 然后围内7年 带一个篮球 在超一线上班 然后年收入50个W 他是35年收入40多个 我们都是本科 颜值的话 我7他8 在没发生问题前 他每个月米都是上交的 然后发现了以后 我纠缠了有几个月 然后现在是他想走出围内 然后我们约好了 下个月扯快乐症 那我的内心是说 最后一个月 我坚持想挽回一下 那我具体该怎么做 然后同时我也想 收到你的专业意见 可以让我头脑清醒一下 然后目前他和外援 是一直地球在聊 然后还没见面 就已经付出了4到5个W 然后整体的一个过程 比较老熟透的 普通家庭版 我们7年都在一起 然后半年前异地 异地后三个月 他就出现情况 然后出现情况后 三个月后我才发现 然后我就起跳 他挽回我没理 他绝望 然后他同一扯 然后我又不甘心 开始挽回 然后挽回过程 我还不小心 也带了球又夹掉了 然后现在是纠缠了三个月 我同一扯 关系又拉平了 然后约好了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细节 稀巴烂的操作 我就不一一说了 然后目前情况就是 故事的这三个主角 都是你的粉丝 但是因为由于我遇到你 比较晚 我才遇到一个月 然后所以前几个月 我的动作和目标不太匹配 然后一个月前认识了你 我学了课程 然后我现在情绪比较稳定 然后我也同意 双方关系扯平 偶尔呢也会用 学过的话术 只聊不追 然后去跟他聊 然后我自己也挺开心的 然后周末他也会回来陪我 发现我和原来不一样了 我的心态外形 加十点半都有在变化 然后他很意外 但其实我自己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想通了 然后我想最后 按按努力 把表示出的 也是我扯不扯都行的状态 但其实我内心 说实话我是舍不得 然后但是我还是说了 我尊重他的决定 然后呢 我会有时候我会说 我扯了也挺好的 我选择范围可以更广呀 对吧我也挺优秀的 但是他和外援有矛盾的时候 他就会来说 我还没同意扯呢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之前有表达说 想留超一线 买房之类的 他会觉得和我在一起 压力比较大 但是我又拿到了户口 然后他自己也承认说 外援并没有好看 也没有我有能力 因为当局者迷茫 然后对标 情绪价值和物质价值 以及十点半 其实他都能给我 他也同意 即使扯了 全部的就房子灭 他也会给我 然后大概价值可能就300个W左右 但他又不允许我售出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不允许你什么 不允许我出售和动产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去找了叔叔 也去诉了他和外援 想还迷茫 然后还在等通知的过程 然后他知道 他也同意配合我 他就说 想让我封个号就行 不要找他家人之类的 然后他每天都会找理由 主动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肯定是 最后一个月要我努力吧 然后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 如果成了 没有扯 那最后怎么彻底解决 这个外援的问题 你都把人外援诉了 这外援都解决不了 你老公是个什么 牛哄哄的东西 他是个什么金波 人家还不撒手 但是我确实 就是我可能 对他的外形 我跟你们讲 你们最大的病就在这 知道吧 太把你的老公当个东西了 他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还以为你把人家外援的素 他总共付出了四个W 人家外援还不飞 一般的跑 你以为是个什么 这个外援呢 是这样 就是他听到一开始说素了 我的那个就是 去找他的时候呢 他立马他俩聊了 然后别人就把他删除 拉黑了 结果那删除拉黑以后呢 他们那个外援继续在直播 然后发现 没有这个大哥了 然后就 基本没啥收入 然后他又回来 加回来了 那这人是个主播呗 哎呀 人家也就把你老公当个客户 他就把他当了个 有点小毛的客户 仅此而已 人家压根就不想拆散你们好吧 想真多 我跟你说 你不要稀里糊涂的 你以为你这个老公 想扯快乐症啊 他凭啥 他没东西啊 你们有的时候啊 就是 你们当局者迷的 是个什么东西呢 有的时候就是 你给人家上光环 上价值 上滤镜 完全看不懂 他在这个市场上 没价值 所以说 你的问题出在这儿 知道吧 还什么 哎呀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这个那个了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的核心本质在于 你家这位 压根也不想扯快乐症 他并不认为 自己在这个市场上 有东西抢手 且那个外援 也压根没把它当个事 人家也就是 把它当个客户 所以 请你放逼心态 你不需要那么的着急 也不需要那么的忙慌 只要你 轻松一点 他压根就不想 给你扯快乐症 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需要操作 哎 行 那现在就是这样的 原来 比如说每个月正常 他给我 两个W工资 全部上交 但现在呢 反正就是因为 出现了这个问题嘛 然后就 砍一万了 哎 我跟你讲 什么 他愿意把 300个W 这个那个都给我 我告诉你 他只要愿意 你立刻跟他扯 立刻跟他扯 我告诉你 他要学一把 这个给你啊 你立刻跟他扯干净 扯完了 他百分百回头 干嘛不要啊 干嘛不要啊 还还非常留 他的蠢货 在边上干什么 真的是 我跟你们讲 我现在有一个平台 两万个人 同时在线的平台 关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是 我已经疯了 知道吗 我现在跟你们讲话 我已经不想在乎 这些人的感受了 真的是 他是个什么东西 他什么都没有 你赶紧就让他把财产都给你 让他赶紧就走 就完事了 你还怕他不回头啊 他屁都没有了 你觉得人家女主播还会搭理他 人家脑子有坑啊 真的是 如果那个女主播还是我的粉丝 你就更不用想了 绝逼不会搭理他 脑子没坏 那反正我这个书就正常这样走流程 对啊 正常走正常流程啊 然后你跟你家这个 就直接跟他说 你说 你就直接说 到了那个时间 就直接按他那个 写 写 都给你 然后就让他走 知道吧 让他走 你说你要这么跟他聊 你说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 我想让你 发现你真心爱的是谁 因为你说 我觉得一个真正爱的男人呢 是及时把他放走了 他也会回来的 然后 你就跟他扯 然后把他的财产拿过来 让他走 知道吧 有道理 真的是 也就你们把这些人当个香饱饱 我都看不下去 是的 其实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 自己真的当居住民意 有时候就会有这种 真的呀 我跟你们讲 那好下沉的一些人 知道吧 不知道他那个男的有多差 他还天天怕这个男的 跟比个女的跑了 我真的是 你们把外面那些女的 想得也太 没眼水了吧 我本来还听到客说 在想着 要不要加一下 那个外员的微信 结果我加了 哎呀 你少来 我跟你说 人家是职业选手好吧 人家跟他跟着 不想掺和你们这摊的事 人家本来是来求米的 知道吗 是 你拼米 米都求不着 人家对你们这个什么 什么所谓的这个 这个没成关系 一点兴趣都没有 有道理有道理 行 那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就是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我户口 带孩子已经落下了吧 然后呢 但是 之前他是有表达 就是觉得压力大 但是我还是 希望留在 你让他把所有的米都划 你这来了以后 你就直接到超一线去 搞首付买 是吧 我也是 对的 不需要通知他 好吧 就这样 行行行 就按照你说的办法 对的 好 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 拜拜 有问题可以下去EV1 好的 好的 你们最好的EV1方案是什么 就是拿着我跟你的录屏 知道吧 你们来连了麦以后 拿着我跟你的录屏 然后找我们EV1老师 这个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案 有的时候你们脑子 是有点不清楚的 就什么玩意儿 还一天到晚呢 把他当个 抢手的香锅 这些男的就是被你们惯的 知道吧 完全认不清 自己的市场价值 好像他 我不跟他扯吧 他又要跟我扯 我要跟他扯吧 他又不跟我扯 来来回回的干嘛呀 他就是因为知道 人家不接他的盘 你以为 你以为怎么 他已经跟人家 搓伤了好多轮了 发现 人家压根就不接盘 明白吗 人家只是想让他刷礼物 人家根本就不想接他的盘 没有人接他的盘 都是普通人 你们以为他们是什么大佬啊 大哥呀 大佬大哥都不是一个思路 好不好 有的时候就这样的 你们自己啊 看了经贵的关系以后呢 特别容易把我们经贵的关系 用在这些不咋地的人身上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们特别容易 把我们经贵的关系里头的 这个人物模型啊 去跟你身边的那个 特别一般般的那个人 做挂工 就是毫无必要 好不好 就是基本上属于没有关系 主打是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挺紧贵 在你们这儿 大家没有关注的话 总而言得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就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约联麦啊 或者是害怕走丢 害怕我直播关播 找不到曲曲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 后台思 我们下播以后 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了 总共付出了四个W 还值得你们去诉人家 人家女主 我也是不容易 是我每天辛辛苦苦的 在这儿播 也就好了四个W 哈喽你好 你好 嗯你说 是吗 你说 嗯 我特别喜欢您 觉得您真的好清晰 好通透啊 有点激动 今天来是为了听听您的意见 主要是原下和您说说话的念想 好 我的基本情况是 二十四岁点心的摩羯座 211本科毕业身高 160体重80斤 春天然长相 素颜六分吧 化妆之后七八分 长得咸小 素颜常被误会成是高中生的那种 缺点是不白 小麦皮肤 个子矮 有点寒暄脱背 不自信 做事没有定性 普通话有点跑掉 唱歌跳舞钢琴才艺不错 喜欢学习进步 性格鼓励精怪 情绪稳定有毅力 勇敢果断 显不住总是想干点什么 家庭情况不好 有个先天疾病的弟弟 为了给弟弟提供更好的康复训练 条件 一毕业在机缘巧合下做了YC 陆豪是觉得这毕竟是青春饭嘛 所以往后人生有个兜底的东西 所以找了一个最感兴趣的方向音乐 现在在背考电子音乐方向研究生 关键是我是跨专业考 本人是从小没有学过音乐唱啊 跳啊之类的 是毕业两年的时间里慢慢学的 也去过相关的公司去当过学徒 其间声音的瑕疵是别人能听得到 我是听不出来 就是可能市场链耳什么的不好 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后 就开始出来学钢琴 然后现在是在准备考五级 考学上蒙路啊关系之类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硬不硬 是在YC认识的一个 一个个在北京的体制内 我从小人生目标是 搞越来越多的米 因为弟弟在 弟弟的病有没有遗传性 现在的检查是有不一定性的 所以不考虑组建家庭就想搞米 所以我想问一下 基于我的目标和基本情况 您觉得我这个研究生 是不是值得考吗 研究生没有不值得考的 关键是在于 你的目标你的目的 你现在的行为路径跟你的目标 跟你的目的挂不挂高 研究生它是一个基于自我成长性的东西 它永远都是值得的 任何一个任何一个场景下 这件事它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事 你现在每个月中多少 每个月应该有个五万 多少 两万 两万是在YC吗 大声说话 在VC 在VC 你现在还在VC是吧 知道 你在北京吗 不是在三线城市 你在三线城市 你为什么不去好城市 大城市发展呢 我一直在准备考研究什么 所以就待在这个 不是研究生你考的也是三线的 不是想往外考 对呀 那你就去一线呢 研究生是考的一线的吗 是一线的 那就行了呀 我跟你们讲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这 其实人就是不断地要提自己的圈层 知道吧 你们在一线城市跟在三线城市 挣的那个货币单位 它都是不一样的 哦 明白了 那我在一线城市是适不适合呢 没有适不适合的 如果你内心想的就是 迷迷迷迷迷迷迷 那你只能在超一线 但是你不是想婚恋的 想婚恋的是不适合超一线的 只有内心当中只有一个诉求 叫搞米 那么你这样的人是适合超一线的 明白了 那就大胆地走出去 对的 我还想问一下 如果做直播的话 会不会 就在VC干的那些人 会不会在晚上说我 什么呀说你 说你呗 说说呗 这个时候就可以想一想 曲曲覆身 我每天多少人在说我 那有什么好那个的呢 说呗 我懂了 就是做直播的话是现在没有经验吗 我得找个M7公司还是自己 自己播自己播自己播 我跟你讲啊 你们都还没开始呢 不要想着去找个大腿抱 想的首先是去学习模仿 你每天刷到的那些人都够你学的了 好 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想以后是想做生意啊什么的 所以我想 我觉得我现在该学点什么东西 是要大量的读书啊 是 不是还是跟人接触 还是跟人接触 还是跟 还是跟厉害的人接触 很重要 你要找到一个现在在很好的赛道里面 然后到时候就扎进去 慢慢开始从零到一的去做 不要想着一步登天 不要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 明白了 我家里是放牧的 那以后我想做这个方面的东西的时候 我是现在就去做呢 还是出去学一学再回来做呢 放牧怎么做啊 在一线的时候是做放牧啊 是 我说以后如果要做生意的话 就是把这个放牧 自己家里的生意再往大的做 所以 放牧我想问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做这一行的 挣得最多的能挣多少 这又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去知道知道 去了解了解啊 我们选择一个赛道的时候呀 要去选一个天花板很高的类目 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最好的人 一年挣个50万 你就不要干了 懂吗 浪费时间 这个板块可以切掉 不需要去思考 可以不要 可以放弃 可以清零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所以这个研究生是如果目标是港美的话就 那考这也行 不重复问题啊 哦 好 我下去看一看 谢谢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以前啊 其实就是吃亏吃在城市没带队上面 真的 我的能力 跟我的状态 其实啊 早糟的就应该到超一线 但是呢 我就是在武汉呢 被温水煮青蛙了 知道吗 我不是跟你们讲吗 我在武汉的这么多年啊 我认为我连十分之一的力气都没有用 就是我获得的手上的现金流 我真的认为我连十分之一的力气都没有花 我就获得了那些 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 我身边就有一些大哥就跟我说 说你应该去北京上海 因为我有一些大哥他们是跑全国各地的 就是有一些以前很早的时候认识的一些大佬 他们都是全国各地到处跑 所以他们其实见过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女孩子 他们就一直跟我讲 说你不应该待在这个城市 他说以你的情况 你的水平 你应该去一个更大的城市去发展 但是以前呢 多多少少啊 就有一点不愿意放弃手上那些经营下来的人脉跟圈子 但是我后来发现真的呀 同样的一个工作 你在二线城市 在一点五线城市 在一线城市去干 他收获的量级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是这样 我在武汉我也买房 对吧 我在那个时候我也能挣到米 我也能买房 如果我那个时候我就来上海 其实我挣的就是上海的单位的货币 虽然听起来都是人民币 但是你们能不能理解同样的一种能力 他如果放在武汉可能能拿一万 但是他如果能放在上海 他能够拿三万 你们能理解这个逻辑吗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这个逻辑吗 就是可能都是大哥 但是同样的大哥可能在武汉 他愿意付出一百 可能他在上海他就愿意付出三百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你的整个的就是你的层级 你的能力状态水平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你们想想 如果你挣的是上海的货币 是不是你就会想着买上海的房子 对吧 同样的一趟时间列车 你在武汉待了十年 跟你在上海待了十年 你的房子的涨价的这个水平是一样的吗 完全不一样 虽然我们很多年前 我们也在武汉买房子 但是那个时候就来上海的女孩子 可能他就在上海买了房子 现今你们拿到手上的成果 它是一样的吗 所以为什么你们看 我当时我那么坚定不移的 我要来上海 就是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开始 都已经是我人生中最早的时候 很多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会觉得 哎呀我十年前就想这么干 但是我十年前没干 我现在在干晚了呀 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告诉你们 任何时候都是最早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啊 三年前 我刚开始干自媒体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说 现在干就很晚 你们现今再看 还有人在说 现在干很晚 知道吗 但是永远永远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信念感在身上 当你看到一件事情 有方向 有曙光 有未来 你们一定要相信 现在立刻马上动身 就是你最早的时候 你永远不要想着说 我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过去已经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不要考虑过去 永远都只考虑现在和未来 你们会节约很多的时间 真的要相信我 所以如果啊 你们想的是什么所谓的 我就想找个结婚对象 那你不用这样 但是如果你们跟我一样 是属于那种 对于自己的经济 实力 物质水平 对于未来的期待 有着非常高的 这种预期的人 那么你们一定要给自己寻求更高的平台 寻求更有价值的平台 因为只有这样 你们才能够按照那个平台的货币单位 去证明 知道吗 能力跟不上 能力 我跟你们讲 这个事实上啊 绝大部分人 他其实是不够努力 他真的不是能力 他是不愿意做0到1 他只想做1到100 这个就是问题 你们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那大家没有关注的 宝宝组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现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个一个一个 或者是约连麦啊 或者是害怕走丢 害怕找不到 去去直播间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 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 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 回复你们 我跟你们讲一个 非常现实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 他们认为自己努力了 却拿不到结果 说自己运气不好的人 只有两类人 我觉得我这个总结 应该是能点出很多的 现实层面的东西的 你们听一听 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什么样的人会认为自己很努力 但是拿不到结果 所以他们归咎于是运气的原因 只有两类人 第一类人 是他日复一日做着相同的工作 他投入了自己80%到100%的体力 但是他不怎么动脑子 你比如说 他搬砖 他就一直搬砖 他洗碗 他就一直洗碗 他端盘子 他就一直端盘子 这是第一类 他确确实实是努力的 但是他的努力是在日复一日的 做着同样一件事情 没有迭代 对吧 体力付出了80%到100% 但是他的脑力活动不够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什么 第二种就是 他一直都希望一步登天 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他永远的都在相信 所谓的关系论 宿命论 背景论 然后他试图去用一个所谓的靠近关系 但是不拔身自己的实际能力的行为 干嘛呢 拿着自己很有限的米 然后去投着那些完全不认识的项目和人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两种 是不是就这两种 就是这两种人 他们会认为自己努力了 但是运气不好 所以他达不到目的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真正的努力是来源于什么呢 是来源于对于自己的动作的不断优化 这个才叫努力 你现今所干的一件事 我做 我把这个链路打通了以后呀 我永远要想的一件事是在于 同样的一件事 我有没有更巧妙的方案 和可以拿到同样的结果 我能不能有一个更节约时间 更节约精力的方案 去拿到一个相同的结果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 我如果也是去餐馆端盘子 大家都去餐馆端盘子 那么我问你 一个人他每天只端盘子 他也不跟客户交流 他也不想着 怎么能够把这个 就是端盘子过程当中 然后让客户对他更满意 同样的一个人 他也端盘子 但是他在端盘子过程当中 他不停地去跟客户产生链接 他试图去获得 每一个客户的额外关注 然后他还去收集 我的每一个客户 他是干什么的 他们在聊什么 他一边端盘子 他一边在听 这个客户他说了什么 那个客户他说了什么 有没有可能 我能够进入到一个 更好的地方 去挣更多的米 我讲的这件事 是不是可行性非常大 它绝对不是一个 绝对不是一个 所谓的好高不远 或者说可行性 没有可行性的事吧 对不对 你们想想 为什么有的人 他端盘子端一辈子 但是有的人 他能够从端盘子 变成一个 全国级百家连锁餐厅的老板 他本质的差别在哪里 他本质的差别 难道是信奉那些 什么背景论 关系论 然后不停地去找那些事情 然后漠视自己能力的提升吗 他不是的 他是在干嘛 他是在一边提升 自己能力的同时 一边去寻求更多的信息差 然后让那些信息差 完成自己四两拨千斤的动作 最终拿到更大结果 所以说真正的努力 他是这样努力的 明白了吗 而不是我刚刚说的那两种方案 刚刚说的那两种方案 第一种叫做使蛮劲 第二种叫做投机取巧 好不好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网 我总让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迷V或者是月连麦啊 或者是害怕走丢 害怕找不到 曲曲直播间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 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死了 我们下部会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来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好 小七说话 小七说话 小七小七 我听不到 我现在喝的不是快乐水 我现在喝的就是水 我一般喝快乐水 我要从八点开始喝 因为我要从六点开始喝 我可能到八点 我就晕了 我从八点开始喝 基本上 正好达到状态 然后到下播的时候 刚刚好 大家笑的 哎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 请问是我吗 稍等 哈喽 把这个小七挂掉吧 小七没说话 让小梦 看一看 稍等一下 是我吧 曲曲请问是我吗 对的哈喽你好 你好 你好曲曲 不好意思 我现在就是声音 那个就是做了一下哈 你非常喜欢你的清醒 能听到吗 可以的 你说 我非常喜欢你的清醒 就是看你视频 也正常给我一些力量 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吧 我是34 普通家庭 张相期 单身硕士 一个人在国外十年 固定的 现在加起来有450个左右 还有200没有还满 手里线米不多 20左右 之前的收入是15 前两年我换了一个赛道 认识了同行男嘉宾 带我八岁 为内 粉蓝各一个 他为内的那一位不工作 他一年是不到300 看行情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不稳定 需要自己着迷 所以也算在行业里面排得上 刚入行的时候 我是小白 他带着我合作分米 都是谈好的 算是不乐男吧 我性格不错 能力也不错 也很努力 加上他确实也花了时间教我 所以我进步非常快 合作也比较稳定 我业绩挂他屏下 也给他创造了一些名利吧 所以他带着我 第一年我做了40个 第二年我自己这边做了60个 因为经常在一起工作 就有感情了 第二年就发生了 持续了一年 期间他为我花的米 也不多 也就34个 但主要是伯乐教我怎么转 所以在米这方面合作 我们是分得很轻的 我是没有想过 要破坏他为内的关系 我跟他是连办 也都还比较不错 但是我这个人很容易多虑 比如说他告诉我说 他前几年有批刹行为 我就会再想 现在除了和我批刹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又比如说他在我之前 有一个合作的一个女伙伴的状态 我也会去想 为什么他们只合作了 短短几个月 两三个月就不合作了 是不是之间又有什么 所以这些想法让我很内耗 但是因为这一年的重大的节日 都跟我一起过 所以也没有想太多 这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看到他给之前的女伙伴 点了赞 因为我看他们已经一年多 不怎么互赞了 在地球上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又有什么 所以这个情绪推动就提了分了 那提分的这个节点是这样子的 是他刚回国 然后是为了我提前回来的 为内是晚一个月才回这边 分的时候我没有说具体的原因 就是说跟他感觉更像是PY关系 他本来是不同意 他说跟我像红颜知己 什么都跟我说 但是我当时就是情绪带动动作了 我就说分吧 结果第二他我就说分 他就说那分就分吧 然后第二天我就很痛苦 又打电话哭闹 他也痛苦 但是这个关系 他说他也痛苦 但是这个关系我们都知道结局 而且他说 他为了我刚回来 我就要分 我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他就不同意再好了 他说即便再好以后也需要分 现在就先回到像以前的合作关系 那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的 当下没有纠缠 只是对我的情绪失控的行为 发了一个对不起 就说工作上我会记得 他对我的这些培养 我也不会走 所以他就只是回到没关系 这个是一个 然后后面刚分开的一两周 我是有还是像以前一样 发文字照片试探 他回应比较冷淡 我也就没有继续了 现在分开两个月 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纠缠举动 工作见面也都是有事说事 没事就走 他工作态度和以前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我不纠缠以后对我态度就好很多 甚至有的时候 就是半夜会凌晨 会在那个地球上给我 就是点个赞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聊过我 因为以前他这样做 我就知道他想我了 但我现在目前没有做任何回应动作 就是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了一个礼物 我现在问题其实就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想问曲曲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绝情 因为在一起合作了两年多 然后这个关系也有一年 所以他也知道我不会破坏他的那个委内关系 为什么我就是闹了一下 他就直接就说分了 是因为有别人 还是说我之前 我这个情绪不稳定 就担心我破坏了 第二个就是问题是 我内心就是放不下 我想认灾离场 但是我就是晚上正常会哭失眠 就翻来覆去的想 这个事情有点不甘心 就很矛盾 就希望他还来找我 又希望我可以和别人 开始一个正常的婚恋关系 所以对感情这块想问一下 曲曲有什么建议 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本人其实还是有点事业心的 从事业考虑上 想要跟他合作米更多一些 但是只要是保持联系 我就会拧巴我自己 就会压抑我自己 内心还是会有波动 会有幻想 所以就是想问一下曲曲 就是在工作上 我要不要也做个了断 虽然以前是伯乐 但是就是如果不断的话 我应该怎么训练我自己 不拧巴 就是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在事业层面上 谢谢曲曲 我跟你说 我听起来呀 你就是个傻叉 你知道吧 真的 点形的傻叉一个 就你们这样的女生吧 实在这个段位呀 就是第一的有点吓人 我都跟你讲话 我都觉得你有点拖累我 真的 说真心话 太傻叉了 你问这个男的 为什么这么绝情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他就没动过情 他从头到尾 他就没动过情 他何谈绝情啊 一个人 你就是他的一个打工仔 你还能帮他证明 你能帮他带来价值 带来利益 他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 妥妥的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他没有任何的所谓的 什么跟你两个人多余的这种感情啊 是你要网上送啊 你愿意送那你送呗 反正你送了也是白送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感情给你更多呀 从来没有过呀 你是用什么去衡量他动过情的 大姐 我们衡量任何一个东西啊 要有数据 懂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在这个行业上 给我花费的时间也很多 你是不是猪啊 他找别的女的给他干 他就不花时间了 找任何一个打工的人给他干 我今天请个助理 我明天请个销售 我交任何一个人 我不用花时间 怎么着呢 人家一上来自己就能搞 都这么屌 他还跟我干 人家哪里动过情啊 从头到尾你帮人家证明 对不对 你就是人帮人的打工 人家除此之外 该给的给 没有过任何多余的付出 什么地方体现他动过情 他压根就没动过和谈绝情 因为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说是自己找 找找找迷的 所以我是觉得他也 就是第一年和第二年 我都做得不错 如果是我自己的能力的话 可能没有他这些 你是不是傻 大姐 你做的不错 他是不是也得挣的更多 任何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对于一个员工的培养 他不应该好好培养吗 他让你挣的更多 不是应该的吗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是那种 就是公司的 就是他只是从我这边抽一部分 重要吗 他这个重要吗 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形式重要吗 不更改你挣的更多 他就挣的更多这件事啊 你挣的更好 他就更轻松能挣的更多这件事啊 你们本质上就是个纯纯业务关系 是你非要把自己往上送的呀 那所以就是 现在就是从这个关系发生 又回到目前的这个关系里面 我需要跟他在关系上也做个了断吗 你如果说这个能力 放到别的公司一样能干 我就希望你能换一家公司 因为你在男女关系这件事上 能力实在过于是差 过于差 知道吧 没有金刚钻 不懒此起活 没有点活在身上的女的 我是不支持大家 搞乱七八糟 稀巴烂的关系的 把自己玩人进去 把自己玩人进去 你有什么意思呢 这种对于情感的瓜葛 完全就会让你在事业上 出不了什么大成绩 还在跟我讲 我还是有点事业心的 你有个毛事业心 你这种情感状态 你这种对于这种男人 不清晰的认知 它就会导致 你的事业天花板 无比的之低 你已经触碰到 你的事业天花板了 你有什么上升空间呢 所以既然搞不了 就不要搞 你的能力 你能拿到的业务 如果能到别的地方 换到同等的待遇 那么我就建议你换一个地方 因为你们本质上 是完全平等的关系 明白 谢谢曲姐 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不是就是所谓的公司 等于说是自己给自己打工 我现在就是想 如果说工作脱离他了 这块我自己的这个 再找到像他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吧 就是也不是很容易 如果我自己做呢 我可能比如说我一年 我可能那个业绩 我会掉一半 但这个我也可以接受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建议我就是 我建议你多去找几个合作方 好吗 把你的业务能力再夯实一下 我建议你多去找几个合作方 就是在不管在哪一个方面 完全和他断掉 对的 对的 你拿着你曾经做过来的成绩 去跟其他的合作方谈就好了 好吗 不要犯蠢 好吧 真的不要犯蠢 你所有获得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应得的 都是你的 你的能力 努力 实力 精力 换来的 好不好 并不是通过你跟这个男的怎么着了 我明白 这个我承认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在这里 所以他现在才 就是从委内 回到 就是从那个断开这个关系 不愿意从事业上断开 其实他也只是说看到了我的这个价值 这个我很明白 那我想问一下 曲曲就是我如果说事业上 跟他断的时候 要怎么跟他说 还是要 因为他确实也培养过我 这一块我承认 就是我要 零件结束了 我回答 我回 我回 我回答一下你怎么跟他说 你不用怎么跟他说 你可以弹出更好的方案 你说 我现在呢不准备跟你干了 之前比如说 你是拿两成 现在你跟他聊 如果你还想让我跟你干 我要四成 这么聊 好不好 给你答案 你说 如果说 你说因为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我跟你干的东西都是我应得的 我拿的部分 都是我应该拿的 从情感这个层面上呢 你没有给我过任何的清洗 如果你还想让我跟你继续合作 那么我现在要从两成分到四成 如果你不可以 那么我就同等的 我就要去跟别人干了 就这么简单 好吧 你们呢 既然想要搞业务 既然想要搞事业 我就希望你们能拿出一个专业的态度 好不好 孩子呢 想着 哎呀 都是他带我的 都是他给我的 我要怎么离场 你要怎么离场 你随随便变擦了屁股就可以离场 好吗 背着你的包就能离场 最多再拿个箱子就离场 好不好 我跟你们说了一百遍了 不要在搞事业的关系里边 亲而易己的去搞男女 懂不懂 因为这个人能够给到你的事业上的这种东西 都是你的能力所得 都是你一分一毫的付出汗水换来的 都是你应该的 明白吗 他要跟你搞男女关系 必须是除开这个之外的份额 对不对 业务归业务 业务该给 一分都不能少 如果还要开启男女关系 只能往多了搞 不能往少了搞 更不可能说平起搞 你们呢 被一个男的牵引了自己的情绪跟情感的时候 你们只会被杀架 知道吗 所有的男的都这样的 女的傻蹦蹦的傻的什么地方呢 他们总觉得 我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做事业能赚到米 如果说我跟他的关系做更深一层的绑定 我不就能挣得更多吗 没成想啊 这个男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这个男的心里想的是 你看啊 我现在跟这个女的没有这层男女关系 我就得给他分这么多 如果我跟他有了这层男女关系 那他的钱不就都是我的了吗 男的是这么想问题的 知道吗 男的是这么想问题的 但凡能干点事的男的全是这么想问题的 就是这样 因为他认为他跟你这样了之后 你就能够对他绝对的忠诚 而且你还可以就着感情的这个理由 少分给他 你还可以给他画大饼 我的都是你的 我们的都是你的 对不对 你不要老是计较着 我现在给你分多分少 对吧 你要多为我们这个整体做考虑 我们的将来做考虑 他还给你画大饼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脑子不清白的女的 不要在这种事业关系里面搞男女关系 你们到时候被杀架杀惨了 你付出同等的能力 同等的青春 同等的时间 在别的地方你能换来更大结果 你只是因为没有走出去 所以你不相信 明白了吗 大家没有关注的话 我总让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约连麦 或者是怕走丢 怕找不到直播间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好烦你们这些搞事业的女的 在那 果男女关系最后分批没搞着的 我真的听着就很烦 你知道吧 来下个来 哈喽你好 哈喽哈喽 听得到吗 听得到你说 我先讲一下我的基本盘吧 我是35 然后35岁 然后米呢 有4到5000个 然后呢 985的硕士毕业 外贸呢 是外贸身材是6到7分 然后原生家庭是比较一般的 然后24岁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认识了男嘉宾 当时男嘉宾呢 在超一线城市呢 有两套房子 两辆车存款的话 大概有2000个左右吧 然后就代球赏婚扯正 现在有一个篮球 期间一直闹 不断的闹矛盾 然后沟通有一些障碍 经常吵架 然后我就一直很没有安全感 对方也比较强势 后面呢 自己在外面就找了两个大佬 给了一些米 然后加上自己投资物业成功 然后才有这些 现在这些米 然后男嘉宾因为投资 遭遇了一些就是问题 然后陷入了一个 几千个米的一个官司 然后大概率是可以赢的 就是四年到至今一直未果 然后十一年扯了两次快乐症 然后最后一次是在三年前 期间呢 还是一直不断的吵 然后一直试图的去 控制男嘉宾的一个经济大权 但是一直比较困难去掌控 因为对方不是那种顺从的性格 然后男嘉宾经常挽回 并在我的要求下 做出一些承诺 但事后呢 又试图去拖延 或者是试图反悔 然后两次扯快乐症 在男嘉宾这里 总共拿了四百个左右吧 男嘉宾付出意识呢 是比较弱的这种 然后在家务和照顾家庭 还有小孩身上有一些付出 能说能做 是比较勤奋的这种人 然后几个月前呢 就是在我们共同同学的认识下 就是得知有一个风口的项目 就是几个月就赚了15个小目标 这种的 然后他果断的就复制开干 然后股份本来我也想加入 但是男方拒绝说公司有股 要有大股东 并且呢 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扯了快乐症 就是怕干笑话 然后呢 经过了几次争吵呢 他就给我签了一个股前代史协议 然后呢 现在就比较冷淡 也表示说我对他不好 然后经常忙到半夜才回 然后我跟他沟通无果 然后又把他拉黑了 那以前 就是还有一些陪伴价值什么的 然后现在就是 一般我一闹呢 他就主动来挽回 怎么样 现在就是也不联系我了 我想问问这种情况 要怎么处理 然后还有这个难的 值不值继续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也有参加一些对对控 因为毕竟有三年了 然后就是 因为已经扯快乐症已经三年了 然后另外我也有在外面对对控什么 然后因为自己年龄呢 各个方面 还有社交圈子比较小 然后也很难遇到比较好的 然后呢 就有遇到一位二号男嘉宾 然后他还扯过快乐症 带有两个篮球 资产大概有七到八千个 然后比较老实 类型比较朴实 生活品位就比较一般的内容 然后表示你可以愿意给我管 给我安全感 然后大概年收入是有五十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想问问 这种带两个球的 以后会不会很麻烦 然后是否 是否往 复合的方向走 还是跟这个男嘉宾比较合适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呢 就是没一个男的跟你结婚 你是能死还是怎么着 因为我是还是观念比较传统 因为就是 就是我也思考过以前 就是一直吵架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的 我赚了名之后 我就肯定就扯快乐症走了 然后但是当我赚到了名之后呢 就是还是觉得对家庭还是蛮有责任感 然后对球啊怎么样 还是就比较牵挂 就是家庭观念还是 你家庭观念中 你该养娃 你养娃呗 不是这男的 他就算不是你老公 他不也是孩子 他爹吗 影响你们对家庭负责吗 他跟你是老公的时候 他也没有做出过什么额外付出 没有什么区别 他就是在家庭方面 有一些比如家务 什么情绪价值这种付出 那你不跟他结婚也可以 你不跟他结婚也可以完成这些 跟他结婚有什么好处呢 绑定这层法律关系意义 与你而言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能还是心里内层 就是怕比如说 好像这个公司他刚搞了 然后就马上启动 然后现在也看到了一些眉目 就很怕他说他走好了 然后他就找一个更年轻的 然后就没什么事了 你觉得就算你把他捆在你边上 他就不能找更年轻的了吗 他要是真的几个月 能挣什么十几个小目标 他别说找一个了 他会得找十个 这玩意儿你控制得了吗 你们完全所有的顾虑 所有的这种忧虑 完全是来源于 自己根本无法掌控的东西 完全跟你无关 他跟不跟你是两个人 是所谓的维生关系 都不影响他挣那么多米 他要在外面找 找多少个女的 毫无影响 但就是可能是自己对这种 就家庭啊 或者是说还是需要 有一个男士陪伴这种 你可以找男的陪伴的 你可以找人谈恋爱呀 你为什么要陷入这种复杂的关系里头呢 我跟你说 就你这男的什么 什么七八个月能挣十几个小目标 我建议你离他远点 说真心话 我真的建议你离他远点 知道吧 还别到时候掏出个巨无霸窟窿 你就见鬼了 我跟你讲 真的 他做的这个项目 要不就是被人骗了 要不就是灰黑产 我说个实话 他不是被人骗 就是灰黑产 就这两个 你看 就这两个其中之一嘛 对不对 就这两个其中之一嘛 就这种 你有什么必要 跟他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关系绑定 我不明白 就其实心里还是挺想跟他走 就是走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然后因为后面我也经常去参加对对碰什么 就是我这个年龄就找的一定是带球的 然后我就很不愿意去接受这种 又当后妈这种感觉 我真的建议你跟这些男的呀 都不要有这种婚恋关系 本质上来讲呢 你这个人哪 也不太行 你知道啊 你太容易被男人牵动形式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人跟你走婚恋关系 都会把你变得非常纠结 内耗 痛苦 你现在是个男的 你就是执念太深 而且你全部是围绕着自己的私欲 在考虑问题的 完全是自己的思念 自己的欲望 就是这样 执念 所有施加到对方身上的 其实都是一种不舒适感 就是我想要这样 我想要那样 我一定要让你怎么怎么样 都是这样的 然后对方跟你相处下来的感受 就是无比的难受 你这是你传递出来的一种能量 对就是因为我对他一直很没有安全感 就吵了十几年就很没有安全感 不是说白了就是你是一种自私的那种想要独占的那种爱 但是根本就不符合对方对于情感的预期 不安全感 你要自己在自己身上找安全感 自己学会爱自己 这个很重要 我每天能把我的时间安排起来 我能有我的朋友 有我的圈子 有我的事业 这个就是一个叫独立人格 除非你去找一个舔狗 就每天就他很没有安全感 他天天要巴上你的 显然你找的这个老公 他完全不是属于这种人设 那么你所谓的这种 我没有安全感 我要这样我要那样 于他而言全是痛苦 全是痛苦 他跟你在一起 他很痛苦 我已经感受到了 那我现在这种情况去取取 你是怎么建议我接下来的走向 我是建议你不要跟任何人结婚 你要结婚的话 就找个甜狗结婚 你不能找这种什么 自己每天只关注于自己的事业干嘛 这种人根本都不适合你 你要的那么强烈的情绪价值 这种搞事业的男的 他根本就给不了啊 而且这个男的本质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标的哦 我已经刚刚跟你讲过了 你看我一说就说准了嘛 对不对 我说了嘛 要不就是被人骗了 要不就是做灰黑闪嘛 就这两者之一的任何之一 都不能够支撑你想跟他结婚 就非常的恐怖啊 就那如果是二号男嘉宾的话 就是 更没必要 更没必要 你还去给人当后妈呀 恋爱你谈得高兴嘛 你可以接着谈 但是婚姻这个形式 它要对自己有利 我才会去图 如果婚姻这个形式 对我没有利 我不会去追求他呀 就是我发现我就是 我扯快乐症已经三年了嘛 然后就发现 扯症的这三年期间 我就是一直睡不好 就是当时在 虽然一直吵架 当时在围城内的话 当时是睡得比较安稳的 所以我就觉得 你睡得安稳人家难受啊 别人跟你相处 别人难受啊 那就是说 我按我的方式 迟早他也会跑的 对吧 人家因为难受 人家才不愿意 跟你两个人这么处的呀 你这不是屁话吗 他要跟你相处 他舒服 他也不得走啊 那像 你刚刚说的 我走的方向是 我不找任何人扯症 那么 那我心里有这个执念 那我应该怎么 你最好是找一个 就是没有上进心的男的 找个每天 就是上个稳定的班 没啥上进心 这种男的 知道吧 人家给你充分的情绪价值 每天就围着你 哄着你玩 这种可以 把你的财产 那个婚前协议写清楚 然后找这种人 可以的 好像也不行 下去EVE吧 好吧 你的问题是个长期问题啊 好好好 谢谢 我跟你们讲 在我这个地方啊 就是 我看到的 所有的这种 就是对于男人 有非常强烈的情感需求的 这种女生啊 她跟任何一个 有事业的男的 进入到所谓的 维生关系 都会 很 分崩离析 因为任何一个 她要做事业的人 无论她做的这个事业 是个什么事业啊 别管是黑的灰的 白的红的 不重要 就是 任何一个 要在事业上 出大结果的人 她必然是一个 不可能在你身上 投射很多 情绪价值的人 不太可能 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 知道吗 她会觉得很烦 很烦 就是对于别人的那种 就是 一直很严纳 很管束呀 就是这种状态 她会非常的烦 她不可能说 为了让你爽 然后让她自己痛苦 对不对 因为她每天的脑子 每天的时间 每天的精力 都要用在 怎么产出 更大的结果上面 甭谈她做的是什么事业 别谈她的这个事业 怎么着啊 不评价 所以说 必须得是什么呢 就是说 能自己把自己 安排得好好的 这种女生 她能够明白 就是爱情 是一个闲下来的时候 谈的事 这样的女生呢 她才能够成为 这样的男性 最终能够跟她 稳定长期相处的 一个对象 就是这样的 否则的话 你很难 所以任何时候 她其实性格上 她求的是一个互补性 你自己如果有 有钱 对吧 你觉得 我就是需要一个 每天围着我赚 每天给我很多很多 情绪价值的这种人 那么你可能 就没有办法 去对标一个 很有米的男的 这个是必然的 知道吗 还有就是 男人的情绪价值啊 跟他投入米的程度啊 有的时候 他是成反比的 就是说 一个男的 他给你越多越多的关注 很有可能意味着 他给你越少的米 你们知道吗 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因为米 它是用什么东西 去推动的 就是所有的米的付出 它是为了 置换一种东西 米的付出 都是为了置换一种东西 是为了置换什么 有的人 他付出米 是为了置换 他的自由 置换他的空间 有的人投入米 是为了置换 情绪价值 但是当一个男的 他要不停的追逐 这个女的跑的时候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他 既没有空间 也没有自由 也没有情绪价值 因为所有的这一切 他都已经牺牲掉了 对不对 他要把所有的这个精力 往你身上扑 他是不是每天 要追着你跑的时候 他每天要关注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想的 你高不高兴 你会不会离开我 他的空间没有了 他的自由度没有了 他的情绪价值 完全投射到你身上了 这个时候 他付出米 他能置换到什么呢 所以他反而 他不会 不会花了 知道了吗 所以为什么 你们看 像这样的姑娘 都是属于什么呢 小的时候 就觉得男人该 哄女人 对吧 我就该吊着 我就该傲着 然后那男的 就得跟着我的屁股 后面跑 往往很多 在这种思想下面 成型的女性呢 他都是没有办法 做到引导付出的 因为男人并不是因为 他很想追逐你 不停地奔着你跑 才给你付出的 而是他的付出 全部都是基于一重 置换的条件 这个才是底层逻辑 懂了吗 他其实是个 此消彼长的东西 所以 一个很有米的男的 如果他真的 每天要不停地 管着你 不停地找你 不停地监督你 不停地 这个那个 即使他很有米 很有可能 他也不为你付出 一分一毫 是这样的 就这个跟他有没有 都没有关系了 知道吗 当他要把无限的精力 投入到你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会 你付出了 既然这样 你还不如去找个 没米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说你找有米的男人 是为什么呢 你找有米的男人 难道不是希望 这个人能够 在你身上 投入那么多米吗 对吧 有的女的 像个神经病一样的 我找个有米的男的 我要让他在家里 给我洗袜子 我要让他在家里 给我做饭 我要让他在家里 给我做清洁 竟是喜欢挑战这种 挑战这种 这种人 他不愿意干的事 完了 你最终得到的结局 是什么呢 你最终得到的结局 是他有可能 把你想要的这些 一二三四五都干了 但是 他就不给你花了 他就不在你身上 投入物质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 我在这个人身上 我到底在图什么 如果我要图这个东西 那么我必然要拿出 一些这个人想要的东西 做置换 对不对 我们说关系的本质是交换 对吧 我是给他空间了 给他温柔香了 给他情绪价值了 给他自由了 给他光环了 我给他什么了呀 对吧 你们一定要懂啊 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关系里 米他都是叫购买力 知道吗 你们千万不能把米 单纯的理解成是爱 米就是米 米就是一种购买力 不是他有多么多么的爱你 他为你花多么多么多的米 不是的 是他花了多少的米 他就需要在你身上 置换到多少的权益 你不把这个底层逻辑搞通了 你找了 有米的男的毛用没有 动发 这个就是底层逻辑 你还不如找个穷的 好吧 来大没有关注的网络 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约连麦啊 或者是害怕走丢 我们直播间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 后台撕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你好你好 哎你说 那我现在稍微就是 我变身一下 去姐姐你好 我现在就是一个学生 然后我平常的话 就是偶尔直播什么的 然后认识了一个男的 一个大哥 认识三四个月 我们 但是他其实消费 不是特别多 哎呦我好紧张 你没写稿子吗 我写了 我每次要他来看我直播 他都基本会答应 他消费基本上就是一万以内 但是他现在属于是不玩直播了的 他以前刷了将近三百万 但是没有给我消费多少 他有空就是会来看我 我们聊天只聊日常那种 中间他让我叫他老公无愿意 然后我们冷战了两个月 最后我主动和好了 他约我私下见面 最近他问我想要什么 想好了和他说 还说最近太忙没空看直播 不要在意我 为什么不在网络上对我付出 我现在就是特别想知道 我要怎么数 就是提提要求 你想要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问我 然后约我见面什么 然后我现在是很懵的状态 他给你刷了多少时间 刷了多少 他应该就只刷了两三万吧 那你借个毛线呢 你才干 你干了几天直播呀 没干多久 那你借着干吧 好不好 水深着呢小姐 你上来干直播 别人没有给你刷个几十个W 你不要想见面的事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 我现在钱挣的不是很多 然后 钱挣的不多 是因为你的业务能力不行 业务能力要从哪里做提升 你要去模仿那些业务能力好的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不是拘泥于你自己 现在的这个直播形式 然后想着你自己 这几个大哥怎么搞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去看人家那些 直播做的好的人怎么在做 那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主要是觉得我现在就是 身上标签太少了 然后我直播也不擦边 也不是很会说话 导致我就感觉很难赚大钱 然后我就很想 就知道怎么去提升 我在别人眼里的那种价值 然后想知道怎么打破我的圈子 去认识更好的男生 我已经告诉你了 两个字 模仿 模仿 知道吗 人家直播间 你跟人家的直播间比起来 你跟人家的直播间一模一样吗 不一样 那不就结了吗 你说在哪里做提升 你能够跟别人那个做得好的人 因为好多人就是看 就是我不是很想擦边 因为就是认识 我有让你擦吗 人家正米的都是靠擦出来的 不是不是 那不就结了吗 这是 谁挣的多 谁直播做的好 你就一比一对着他搞 懂吗 他能挣一百万 你至少能挣五十 懂不懂 明白明白 不要相信一个大哥的光环 他给别人刷了多少米 跟你没关系 那如果我说 我提出来 我说我要一个很贵的礼物 或者说要他直接给我赚十万 你就说 我就希望你能够给我刷三十万 我没有别的想法 那我能不能就是除了干主播 我能不能干别的事 或者说还是直播 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 你想到什么 你不能问我 这个世界上360行 那么多行业呢 想干别的事 当然可以干呢 就是我现在属于一个学生状态的话 就是做什么是对我来说最有用的呢 是就是我现在这个点是最最想知道的 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 一个月挣两万到三万 你别把你别玩着玩着到时候毕业证拿不着啊 我提醒一下你啊 我原来就是就是百天还是会上课 不会不上课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你可千万别拿不着毕业证 你也理解一下 其他的那些东西都是次要的 好吧 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好像走了捷径 其实你的路绕得无比之远 知道吗 直播你只能拿课余的时间去做 然后学着人家是怎么做的好的 你就好好学着人家一比一的干就完了 明白明白明白 你们不要连零到一都不想干 觉得学这个好难啊 学那个好难啊 人家那个直播间里的话术你能背吗 人家直播间里的那个灯光你能布吗 人家直播间里边人家在在放那些音乐 你能一比一的去放吗 这些东西不都是动作吗 谢谢谢谢谢谢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没有了 你们就是说起来好像 我想在哪里提高呢 哪里努力呢 你就是爸爸的出门捡钱 知道吧 我就把你们的那个内心都给你们点穿 你们这爸爸的出门就捡米 对不对 一遇到一个大哥框框就给你砸个一二百 对吧 想的都是想一步登天 是不是 任何的一个行业 它的能力都是需要积累沉淀的 对不对 它都是需要先走零到一的 没有走零到一的人 你是走不了一到一到一百的 对吧 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不可能有自己的一套打法 你一定是到处去看 到处去学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老师说 学唱歌是一样的 所有的唱歌 它都是从先模仿 然后再有了自己的一套体系方式的 明白吗 你连别人在干嘛 别人怎么做的好的 你都不知道 你天天就晕在你自己那个脑子里头想 你能想出来个啥 我跟你们说 我以前干娱乐直播的时候 好多年前 一五年左右吧 一五年左右 是不是一五年 对 你们知道吧 我一五年的左右的时候 我不是在纽约 搞娱乐直播 我还学人家喊卖 你们知道吗 我学人家喊卖 我还学那个时候特别流行 就是那种打蝶的那个东西 我还学打蝶 我还学人家喊卖 这种贼拉土啊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我们一个科班的人 要唱那些东西 真的就觉得很难受 是特别特别的难受 但是没有办法呀 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受欢迎啊 你只能讲这个东西啊 你只能唱这个东西啊 你唱那个高大上 别人不听啊 你唱那个谭经 唱那个含红 别人不听啊 就是越是俗的东西 他们越听 咋办呢 你们所谓说 有的时候刚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市场 懂吗 你们要知道市场在喜欢什么 市场在为什么去投入关注 你才知道你要干什么 不要基于你自己的那个想法 做出来的那个东西 你觉得你自己很高雅 我不擦边 你觉得人家证明的都是靠擦边吗 并不是啊 对不对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而得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就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一或者是约连麦啊 或者是害怕走丢 害怕找不到直播间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 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我跟你们讲 真的我之前做那个 我之前不是 做情感之前 我唱歌的那个博主嘛 然后那会儿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在某站在做 然后你们知道吗 我这么成熟的一个人啊 我这么 我这么预解的一个人 我为了就是融入这个平台的群体 我还用了一个卡通头像 我这辈子没有用过卡通头像 真的我还用卡通头像 你们知道 周星一为为了融入他们的二次元群体 我这辈子我所有的地方的头像 全部都是自拍 我从来没有用过别的任何的东西 我多自恋一人呢 然后我还用卡通头像 完了以后那个时候不是还流行什么 那个国风啊 是吧 还流行国风 然后我还去搞那种国风的衣服啊 干嘛 真的 真的我都是在违背自己的天性啊 我在违背自己的天性在做事 就是为了引流啊 没有办法 所以说模仿是肯定的 就是你必须要融入这个群体 你要知道这个群体 他喜欢什么 然后再去做输出 不能够印象情愿的去表达自己 那是没有用的 哈哈哈哈 来下一个来 下一个 我也还可以好吧 做的 哎 哈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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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之前是有刷了过你很多的视频 然后很喜欢你分析事情的逻辑 然后我今天连麦是想要咨询正常婚恋 然后想请你帮我做一个婚恋规划 我之前是没有进过你的直播间的 我感觉有点冒犯 但就是感情问题确实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然后我今年是23岁海外硕士在读 然后25年毕业 家里是八位数资产 然后我是属于就是很小就出国念书的那种 然后现在在外面待了七八年了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外的超一线城市 然后本书也都是就是挺有分量的种名 就是那种名校吧 而我学的是艺术人文类专业 身材长相七分左右 性格就是比较随和 就是女生里面人缘蛮好的那种 然后我这么多年就是没有谈过恋爱 就我小时候是有心动的人的 但都在就是考学的关键点上就忍住了 然后现在感觉就是到了 应该接触这些事情的年龄了 然后家里也是一直在拉到我 但我那问题就是我现在签字里面是遇到就是心动的人的 然后我心理年龄其实是比我实际年龄成熟很多的 就我本科期间我的工作经历是拉满 然后我就是有一直不停的在校外去做一些小的项目 然后去实践学校里学到这些理论知识 我最初是主要是想建立自己对市场的一个认知 但是其实也赚过几十个 然后就是很累很忙 然后再加上我本科学压力其实挺大的 就过去三四年一半 就是一直是在一个比较高中压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吧 也经过很多事情 然后之前就是有因为过度疲劳累病过一次 所以我就是看问题可能理解世界的角度 甚至可能我的心理状态都比我同龄的人要成熟很多的 然后我就是这次研究生开学 我其实就发现身边男生虽然说有很多那种 学术能力很厉害的人 但其实心理上还是我更成熟一些的 然后我不是很看颜值 然后我也不需要那种去安问的那种情绪价值 然后我不喜欢那种很高调的那种富二代 我就是想要在恋爱里面做回小女生 但前提就是我想要找那种比我厉害一点 就是比我成熟一点男嘉宾 就我聊的话题 起码它是可以接得住的 然后就是就我理想型可能是比较那种比较沉稳 然后比较有能力 但是比较低调的那种人 但我就是现在圈子里面 其实大家都挺就是孔雀开评的 然后我也不是很喜欢年龄比我大很多 就五岁以内吧 然后入围城我就相互无所谓 就不准着急 我就想要先开始 但是我现在完全没有方向 不是啊 你们的问题就是在于脑子想的太多了 完全想的太多了 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你跟我谈什么标准 你有什么标准 我心动 没有心动的人 因为你心动的那些标准 那些条条广广都是一种妄想 知道吗 我们呢 喜欢别人 恋爱爱情什么这些东西 一定要跟真实的人发生 因为你们想象的很多东西 它叫想象中的人 通过想象构建出来的一个AI 知道吗 它根本都不符合 你是看到的人是什么样的 你就应该跟什么样的人谈 你谈完了 你才知道标准是什么 那个才是真实的标准 否则你现在聊的这些东西 包括你说 我觉得我的想法 比同龄人都要成熟 什么一二三四五 所有的成熟 它在什么点位做体现 是不是要在事件发生之后 你对于这个事件 你的总结 归纳感悟 才能所谓的说 我成熟与否 明白 你不要说人家是恐惧 谈就完了 你管它是个啥 不重要 稍微看着顺眼点 就可以谈 但就是其实 我是属于那种 我知道我自己性格上容易认真的 然后我就很怕 我就是如果说 在最初没有做好一个十爱琼 我进去混合 我和我吃起来 不会啊 受伤也是应该的呀 不来就应该受伤的呀 你多大 二十三 二十三 你才二十三 你不准备受点感情的伤 吃点爱情的苦吗 哈哈 就应该受爱情的伤 吃爱情的苦啊 那就对了呀 对呀 受了伤再说呗 受 嗯 哦 好好好 谢谢 去去 好吧 就这样 拜拜 哎呦 我跟你们讲啊 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知道吗 我们讲 我们讲男女关系 讲的贼带劲 是不是 难道这是靠纸上谈 比你谈出来的吗 当然啊 我也是全网无前任 哈哈 但是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为什么有些人呢 他那个学心理学啊 搞这个东西啊 他跟你讲不明白 为啥呢 他就没受过傻伤 他也没谈过几次恋爱 所以他跟你讲的那些东西 是来源于书本 知道吗 来源于那些大师 心理学的那些大师 理论派的那些东西 不是说那些东西对与不对 但是啊 你真的没有经历过这一遭啊 其实你理解那些东西 他理解的是非常空洞的 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东西 都不能够是纸上谈兵的 你必须得有实践 实践才能出真知 知道吗 你们好多姑娘啊 学那个金贵的关系 学了一万遍 不去练手 对不对 那几年 哎不谈 这个不谈 那个不谈 你要谈呢 你要去跟他处呀 你才知道呀 这个理论到底是咋回事啊 对不对 我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 特别特别的 就说话 特别的搞笑 真的 那个 我上次是刷到一个人 他就说什么 他是学者学的 还是学什么的吧 然后他就 他们就是说 他们不愿意跟别人交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 好像是一个学者学的人 他就发了一个视频 居然那个视频还有很多很多人点赞 他说他们不愿意跟别人交流 只是他们自己心里知道 那是因为 很多东西他们都已经看得特别的透彻了 在他们眼里看起来 这个世界上99%的人都非常的无知 我看到他那个视频 我的感受就是 这个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无知 那个就是我的感受 对吧 有些人呢 他学一些什么学哲学啊 学心理学 把自己学傻了 把这个脑子学木了 学成个木语脑子了 知道吗 你这些东西 你都没有演练 你敢说 你懂了 这个呀 才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一种亵渎 就包括做生意也是一样的 好多人哪 那个商科学的呀 好像很牛掰 真正的一点生意没干过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 它一定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你才知道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细节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都没有绝对的实现 你抄个毛的拖 对不对 你这完全就是属于逃避 为什么呢 很多人呢 他就是害怕 他当他自己是一个理论派的时候 他可能能够在那个领域内 拿到很高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考试得高分 对吧 他能够考到一个很好的学校 但是啊 他不敢跟这个世界去硬碰硬 因为他不敢论证 自己学到的那些东西 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害怕自己在学术上面 拿到结果了之后 在社会上面拿不到结果 害怕自己被推翻 这个才是本质 对不对 他就觉得我曾经那么有光环 我要是真的去搞 搞 搞坏了怎么办呢 失败了怎么办呢 那我怎么能接受啊 他又想维持原来的那个光环 所以导致自己寸步不前 其实这个是非常愚蠢的 我跟你们说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任何的一种体验 我觉得都值得 都值得我们去感受感受 知道吧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 总让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 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 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月联麦啊 或者是害怕 关播 找不到直播间的宝贝们 左上角 头像点开到 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听得见吗 听得到你说 哦 周六年少 就是 就是我有点紧张 然后 可能有点稀怕烂 你那个 那我就开始了 然后今天问题是 对方男嘉宾是 是否靠谱 然后是什么 那些男生 然后我有哪些动作 没有做好 然后我自己的基本 基本盘是 04年自己做直播 然后现在目前 收入每个月 三到四W 然后开始的时候 做的就比较好 三四个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播的特别好 但后面就播的 就比较一般般了 然后自己身高不高 大概是一米五六的样子吧 然后长的那种 属于青春可爱型 大概七分八分的样子 然后男嘉宾是 八五年 成为快乐症 有个女宝宝 然后资产 不知道她有多少 但是我看见她 一般就是有两个司机 然后一个保镖 然后去轮 不管去轮 都会有商务车的这种 然后她出差 一般都是一个保镖 一个司机跟着 然后她就是很忙 经常各个地方出差 然后我是通过 直播一个小姐姐 认识给我介绍的 然后当时她跟我说 男嘉宾工作很忙 是一种忙一阵 控一阵的 希望控的时候 女朋友能陪陪她 然后介绍人说 对方很忙 就是一个月 可能都见不到几次 估计就可能三次的样子 她就问我每个月 主要赚多少 就实话实说 我就三到四W 她说那每个月 给六W 收入费可以吗 然后我当时觉得很少 但是我又第一次遇到这种 我又不该 不知道该怎么提要求 然后我就想先答应 把后面加大付出也可以 然后就引导加付出也可以 然后后面就去见面了 然后但是到后面 那个介绍人并没有给我转 六W 只给了我一半 而且还是我说了很多 她才给我的 然后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介绍人不靠谱 第二次跟那个哥哥 见面的时候 她就问我 她说那个介绍给你多少 转了多少米 我就实话实说 然后那个哥哥就非常生气 她说那个介绍人 不是这么跟她说的 说这个介绍人两边吃黑 让我不要跟她联系了 她后面的米 也不会再给我了 让我直接跟她联系吧 然后我就很开心 说好 然后后面她就问我 愿不愿意跟她长期 然后我就答应了 她说 她就问我介绍人之前 说每个月给我多少 说谈了多少收费 我就说六W 然后她就说 那我后面就这么给你 然后我跟对方发生的 就是那几次十点半 都非常快乐 然后就遇到一件非常 那个啥的事 就后面我回到了自己的城市 之后回去之后 我就发现我自己的 就是可以说吗 私密就是下面有点不舒服 然后我就去检查 然后发现得了就是某阴某症 然后就是就跟对方 又了十点半之后才这样子 然后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对方自己携带一些 还是说 还是说我就想起了 跟她发生十点半的时候 就是对方都没有洗澡这些 然后我就在医院 做了四天的治疗 然后在做治疗的期间 她让我去陪她出差 但是当时我在生病治疗中 我就以我快来 裂架的借口玩去了 然后等我四天治疗 四天的治疗做完之后 她又找我 问我裂架来了吗 我说还没 然后她就让我去找她 然后还是当天临时的票 只有两个小时就要登记了 她让我赶快收拾警理 然后我就急急忙忙去 她说我到了 看时间够不够再买机票 然后我在车上说 我说时间可能来不及 她说那买晚上十点了吧 然后是在一个非常远的机场 然后我只能跑到另一个机场 距离登机还要很久 然后那个航班呢 还全是经济舱 然后终于折腾了很久 晚上凌晨 终于到她出差的城市了 她当时也很关心 我问问我累不累 还给我准备了夜宵 后面后面我们就有发生十点半 但是非常不愉快 因为我生病还没有完全好 但是她也没有问什么 以为我太累了 第二天的时候 她说她要去另一个城市出差 本来说带着我 但是又让我在这个城市等她 她说她第二天就回来 下午的时候 她说她会让人去洗蟹米 说给我点蟹米 我问她给我蟹米干嘛 她说给我零花 然后给了我3W蟹米 后面她走了 我就在这个城市等她 结果她第二天也没有回来 她说还要在那边忙一天 然后后面她就回 然后后面就要回 她自己的城市忙了 让我在这个城市 再待一天后面给我买票 回到她家的那个城市 后面又待了一天之后 然后就买票去了她家的城市 然后到她家也是晚上了 到之后我们就一起吃了夜宵 但是吃夜宵的时候 我发现她对我特别冷淡 我就看到她喝了酒 我就以为她太累了 然后没多想 后面她就送我回酒店 她就自己回家了 说第二天早上来找我 但是早上之后 她也没有来找我 也没有联系我 中午就给她发消息 她也没回 到下午她才回我 说准备过来 然后她过来 也是为了跟我发生十点半 然后过来的时候 她待两个小时就走了 她说她等会儿还有应酬 这两个小时 她也不怎么说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比之前对我冷淡非常多 然后跟她说话 她也没有应我紧去 她走之前 说晚上会过来 到了晚上她也没有过来 然后我也没有给她发消息 她也没有联系我 因为我这 因为我看她这几次 都对我表了冷淡 我在想 是不是自己话太多了 后面我就在这个酒店 待了几天 然后偶尔 我给她发消息问她 她说她工作太忙 然后后面呢 也没有再过来 待了几天之后 她就说明天 让我回自己家的城市了 她说 她会去那个城市出差 让我先回去 第二天快速啊 你只有四分钟了 然后马上马上 之后给我买了票 我就回去了 然后 然后她就给我买了一个非常非常远的机场 就是我问她有没有近的那个机场票 然后她都没有理我 然后我就去看 明明那个有很近的那个机场票 但是她没有给我买 她就给我买那个很远的 就是因为那个机票 远的那个好像是要便宜一点 我看了 然后就非常伤心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她说她明天过来 第二天过来之后 然后她也说她坐很远那个机场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解释 然后我就 三分钟啊 赶快 她就不怎么理我 然后也不怎么回我信息 然后后面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然后我就想 而且我有发现 我们在十点八十 她好像也偷偷在拍视频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拍我脸 然后我有一位一果跟那个老师说了 她说如果你能接受 你就跟她在一起 不能接受分开 后面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后面她就是说 然后后面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就 我对她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有差几天 我们她就 就是她那个时候就问我 我们认识多久了 我说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吧 然后她就 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她说准备就是看什么时候 给你打收费 但是我们就差几天就一个月了 然后但是呢 我还是忍受不了 我跟她说了分手 然后她就说 提问啊小姐 两分半钟了 提问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就是我想知道 我这些有哪些动作 没有做好 对方是否靠谱 然后是什么样的男生 就是十点半不爽 不想玩了呀 没了 就是因为这个吗 因为你们就是这个关系啊 你们的关系是基于什么的 你告诉我 好 还有什么呢 还能有什么呢 那我也不想 主要是 主要是她这个方面 她又不去洗澡 然后吧 她又 不会在乎 这很简单 这个东西没什么 你怎么有点严 什么这个呢 这个不是什么很了不得的事 懂吗 这个不是什么很了不得的事 但是 说白了 人家是甲方 人家甲方现在不舒服 那就觉得没意思 没兴趣了 因为你们的关系就是基于这个 这个就是你们关系的大基础 对不对 她出来就是搞这个事的 你这个事不不不 难受 不不开心 不高兴 那就没有存续的必要了呀 那我就是说 就不用再跟她联系了 你有什么好联系的呢 没什么好联系的 没什么好联系的 你把你自己朋友圈 经营经营好吧 你把自己朋友圈 经营经营好 但是我 我还有个问题去 就是我有一些 大面积的文声 会影响我 就是走磁径吗 你这个问题问了干嘛 你能去洗了吗 那还是问什么呢 有什么意义呢 好的 不能改变的事情 我们问了她干啥 我就说会不会特别影响 肯定会呀 那问了就白问懂不懂 解决不了的事 你就没有没有必要问 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我这动作 有没有做错的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十点半 发生不愉快 那肯定啊 就是这个点的 你既然是干这个 你怎么着都得愉快 不愉快 你就是等于这个事情 就是体验感 就是非常差 那就没下回了 就是这么简单嘛 因为你们的关系 只有这一个牵连 没有第二个牵连呢 嗯 明白了 那我没有什么问题了 谢谢支持 我跟你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你去 你去一个饭店吃饭 第一天吃的时候觉得 哇 好好吃啊 结果你第二天吃的时候 会不会你吃吐了 你还会去吃第三次吗 就是这么个 就是这么个事吗 这个事很复杂吗 是不是 你本来就是因为 觉得这个饭店好吃 好吃好吃 我准备长期在这个饭店吃 结果呢 结果你第二次去吃 发现啊 这厨子换了吗 怎么回事 怎么 怎么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 你还想去吃 这不想吃了吗 因为天底下的饭店那么多 对不对 而且都是吃一次给一次的米 吃一次买一次的单 对吧 那我有那么多饭店可以选 我那么多换个饭店 就是这么简单吗 非要把这个事情 说得这么的赤裸 是不是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话 我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实现我们精锐的关系 进精锐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月联麦 或者是怕找不到 曲曲的直播间 怕走丢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 我们下播后回到你们 我跟你们讲 所以说女孩子就是 在这个事情上面 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就不管你们是正经的 夫妻关系 还是说男女朋友关系 还是说这种非主流的这种关系 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一定要明白 这个是体验感里面 非常非常重的一个环节 尤其是当你们啊 很需要南方的物质价值的时候 当你们很需要南方的物质价值的时候 你们就要明白 它能不能在一个地方反复的买单 其实无非就这么些事 知道吗 无非就这么些事 为什么我们 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为什么要做这个 杭州的这个十点半项目呢 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不光脑子要灵 你还有很多东西 它也得灵 否则的话 它对于人家的这个体验感 它就是一个 我跟你们讲 你别说男的了 我 就是这么一个女的 我实话实说 我实话实说 我就是这么个女的 如果说 我对一个男的的感觉 我本来觉得这男的 哎呀呀 什么年轻啊 帅气啊 身材好呀 干嘛这个那个的 如果我是因为这个 说白了叫建策起义嘛 对不对 是不是建策起义嘛 那我能涂啥呢 你告诉我 我能涂啥 如果说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不舒服了 难受了 几乎就没有第二回 没有第二回的 不会有第二回的 对我来说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唯一的价值 就是这 这就我 我都不懂了 我还 我还跟你两个人 去演什么 装什么 有这个必要吗 耽误时间 耽误功夫 对不对 来下一个来 我是那种 我可没有人的 我出门就拉黑 我真的 我绝逼出门就拉黑 你状态不好 那是你的问题 我没有 我没有责任 跟义务容忍 你的状态不好 知道吗 你可以不见面 你可以不来 对吧 哎 没连上啊 没连上 哈喽 你好 哎 你说 哎哎哎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我听不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这个断一下 好吓人呐 我真的 我在这个事情上面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 我没有办法 跟你讲情面呐 讲不了一点 讲不了一点 你们别说 我在米上现实 我在米这个点位上的 现实程度 绝对比不上 我在这个事情上面的 现实程度 我在这个事情上面的 现实程度 绝对是我在米上面 的现实程度的 一百倍 真的 一百倍 哈喽 你好 喂 你好 哎 你说 你好 听得见吗 听得到 你说 好 我有点紧张 我 曲曲老师 我是这样的 我先介绍一下 我的基本盘 我是32岁 然后为内 有一个蓝宝11岁 然后我老公的话 45岁 然后我跟他的话 是属于那种 白手齐家 就是我跟他 在一起的时候 很年轻 我18岁的时候 就认识他了 然后20岁结婚 21岁就生了 小朋友 然后当时的时候 他是一无所有的 我的家庭条件的话 算是还可以吧 父母都是体制内 然后家里的话 当时是不同意在一起 但是我的性格的话 是比较直溜的那种 就是一眼定生死 我自己决定的事情 我自己那个 然后婚后的话 感情基础的话 都比较好 然后就慢慢的 就几年的时间吧 就迅速的 积累了一些财富 大概在1000个左右吧 然后前几年的话 就出了一个事情 他就出了一个事情 就进去了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像个天 都塌了一样的 因为我是婚后之后 我就是一直带小孩 就是他的事业 各方面我都不管的那种 然后当时我的心态的话 就是觉得 无论如何 也要把它搞出来 然后 我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也花了非常多的迷 大概前几后 花了几百个吧 就很顺利的 也很顺利 也比较幸运的 就把它弄出来了 但是自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出来了之后 他人就像个变了一样的 就没有什么上进心的 选择躺平 然后再经过 这几年的疫情的话 就收入的话 也是在大幅度的下践 就说赚了固定的收入的话 可能就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吧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几年呢 他性格也变了很多 他不出去社交 他也不允许我出去社交 他自己就是 把自己圈起来了 选择躺平 然后 也基本上 就是最近两年 也没有 也没有10点半 然后我就内耗比较大 他也不允许我社交 提问 我有一个男嘉宾 男嘉宾的话 是我们圈内的人 都认识 然后 在一起 两三年吧 三年吧 对我付出的话 他是不属于那种大方的人 然后 就是你提要求 他会满足 但不是属于 就是推一下动一下的那种 然后我现在的话 就是挺纠结的 挺内耗的 内耗的点是什么 提问 问题 一个问句给我 就是因为 经常一起吵嘛 在一起经常吵 然后最主要的是 我就是放不下小孩 孩子 是孩子的问题 其他的我也看不到 就是说看不到希望 因为感觉一眼就看到头了嘛 嗯 你的问题呢 对 我的问题就是 我愿意要不要扯这个快乐症 你可以扯呀 快乐症可以扯呀 但是跟这个二号男嘉宾 一毛钱关系没有啊 这个二号男嘉宾 也没有什么要的必要啊 你这 你这俩男的都没有要的必要 你就自己搞呗 你自己有没有能力 自己出去搞点事吧 嗯 应该我就觉得可以 我自己的话可以 顾得上我自己 然后我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 如果我现在扯快乐症的话 可以拿到 大概 200个左右吧 嗯 然后 我顾 就是说顾我自己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 最主要的是 最主要的是 我放一个比较 孩子 知道吗 因为孩子比较小 然后也是 一手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带大的 是啊 那你就接着带呗 他不给 他不给我 他已经说了 不给我 什么叫 他说不给你 他说不给你就不给你 他不同意啊 他同不同意 这个事不是可以诉的吗 他是 这个东西 因为我之前我也没 一直就是在 没上过吧 没工作过 嗯 所以呢 所以他说我没有固定的收入啊 没有经济来源呢 他说的什么东西 你已经找律师验证过了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说什么呢 他说啥是啥 走流程就完了吗 你能够花几百个W 把它从里的捞出来 你不能让别人把娃判给你 你那个关系都白使了 我估计我要是要孩子抚养权的话 那他估计会给我撕破脸 你管他破不破脸 重要吗 不重要啊 他现在没有价值了呀 他没有任何价值 我需要顾计他的感受吗 不需要啊 经济上面 大红豆下滑的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两个人 现在就是心都没在一个地方 然后基本上我们分法 分法的税的话已经有 超过四年了 我已经说了 就这个人没价值 你一个人说了算就完事 懂吗 你想怎么搞 你就怎么搞就完了 你不用照顾他的感受 不用照顾所谓撕不撕破脸 不重要 他的想法不重要 好的好的好的 就是你的建议是 我应该把这个事情分清楚 家庭是家庭 我自己的这一块的事情 不要掺和在其他的点上 是吧 我没有听到你有什么其他的事啊 你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啊 好的好的好的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了 拜拜 拜拜 你们老是听那男的一说 什么东西都被唬住了 你这还花了几百个W 把他弄出来的人 你这点路子没有吗 这不是一个路子吗 你那个路子走 我这个路子不是降维打击的个事吗 真的是 你才三十出头 我这男的都比你大那么多 他都没有什么精致神了 他都已经人生彻头彻尾的走下坡路了 你还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对吧 你们自己先跑起来再说呗 大家没有关注的话 我总是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音乐连麦啊 或者是害怕曲曲 找不到曲曲的直播间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撕 我们下播会给你们 有没有吃的 金桑有吗 哈喽 你好 哈喽 十一 那个机具 我是十一 你说 嗯 啊我之前 上了年很多的一些视频什么的 然后感觉我就是 就是对我理想蛮大的 然后学到很多 然后目前的一个状况 跟你简单描述一下 然后我是做金金工作的 然后大概有工作六年的一个时间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我 也是看我们那个客户资金情况的 基本上平均一年可能 大几十小一百这样子 然后目前在上海 我是自己买了车子跟房子 然后个人资产的话 大概就是七八百这样子 然后家里面也是做生意的 家里面的情况大概是 一千到两千W这样子吧 嗯 然后我是 对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男生 我们是认识一年多了 然后我们是对对碰到这种 然后认识一年多 然后前半年没有在一起 就是这些男生跟我处下来 可能觉得也很喜欢 但是没有在一起 他当时跟我的说辞 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有压力 他可能觉得女生聊下来 感觉好像就是赚钱能力 比他强一些 所以就前半年没有在一起 但后面半年 因为我蛮喜欢这个人的 所以后面有联系上在一起了 然后现在在一起半年 然后一个半月之前 国庆之前 就是我有去基隆坡出国工作的机会 然后有跟他提 他当时也没有说太多事情 但是我们国庆 大概有一个半月 有去到欧洲游玩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是在七月份就定了的 所以我们游玩的时候 就是感情都 就是可能玩得很开心吧 大家对彼此也有更深入的了解 再加上长期的这种接触 所以我蛮笃定他 想跟他就是说 就是对 就是下一步的 然后他也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在欧洲的时候 有跟我求婚 当然也是很简单的那种 然后我们去旅游之前 他有问过我去吉隆坡的问题 他说你怎么想的 然后我就告诉他 想发展事业 个人成长这样子 然后他不太想我去 然后自己有主动说 什么不会让我人才两空啊什么的 也知道我的担忧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就是几个条件给到我 第一就是可能要给我买一个50W的首饰给到我 不管是 就是戒指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我的收入降低 他愿意补贴给我每个月 两到五W这样子吧 然后因为我收入会降低嘛 就是后期如果不去吉隆坡 他可能作为一个这样子的补偿 后来我们欧洲回来 他就把这两件事情给落地了 然后落地之后 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要去拍那个登记的那个照片 我们就去拍了 拍完之后 然后很冲动 两个人就拿来的那个照片 直接去 就是 就是扯了证 对 当天 然后 然后扯完证之后 最近 我是住在 我是从我自己住的地方 已经搬到他那里了 然后他是在跟父母住 但是他自己有就是这种婚房 然后我们就自己搬出来住在婚房里面了 但是我现在有几个问题 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 我去吉隆坡这件事情 我前两天又给他提了 我还是蛮想去的 因为我可能我是本科 我想再去读个水硕 或者是怎么样 第二学一下英文 第三我觉得对我职业发展也是比较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他家条件也不差 就是大概是一个亿的小目标 然后家里爸妈也是做生意的 然后大概就是房子也留七套那一种 对 然后我是有跟他提 但是他很不同意 他说如果你去 我们就离婚什么之类的这种 然后我就不敢提了 但是我现在很纠结 就是第一个是工作的事情 我怎么发展 第二他现在比较管我 我不想跟他住在一起 但是从欧洲回来之后 这一个月我每天都在一起 我我是有跟他提过 我每周一半的时间住在自己家 一半时间住在他那里 但是他很不同意 然后我也搞不过他 然后对 然后他是学那个金 也是学金金专业的 包括还有法律专业 所以所以对 这方面我觉得 我好像也不是他对手 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工作发展的问题 如果我长时间跟他待一起 好像是有一点影响 我的职业发展的 就是每天要几天回家 跟什么人在一起 然后甚至我有一天 跟同行业的客户 出去喝酒 然后被他知道 然后他也加了 我那个客户微信 然后我可能喝的有点多 然后在车上 然后他让那个人 直接走了 说很凶的就跟别人说 我们刚扯证 然后我们在背语 你为什么让他喝这么多酒 反正就是他是 他怎么会加到你客户的威呢 我客户送我回来 在车上 然后他很晚在门口 要去找我 正好看到了 然后就把代价 跟我客户赶下车 说这是我老婆 我刚领证 然后在背语 你为什么让他喝这么多 总之意思就是说 我跟他在一起 肯定会影响我职业发展 然后我的收入会降很低 然后由于我收入降很低 我会很焦虑 因为我也蛮喜欢他 他人品也巨好 就是那种党员家庭出身的 但是我们现在扯了这个 对 之后他 我们双方父母都不知道 现在只有朋友知道 然后我也很焦虑 因为我怕得不到 他家里面人的认可 或者是亲看我怎么样 然后我收入又降低 现在因为受他影响 所以我现在很茫然 怎么跟他说家庭的这个事情 就是怎么跟他父母交代我的事情 然后他也很紧张 我去吉隆坡的事情 他认识我之前是不婚主义 也是一个丁克 然后认识我之后 他还想跟我在一起 所以很冲的我们扯了 但是然后他又想 我不去吉隆坡的时候 他又想跟我带球 然后想拴住我 现在目前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 你别说了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 只剩三分半钟了 听我说 你这个事就一步一步来 首先是让他先带你见家长 首先让他带你见家长 我家长是已经见了的 我们都很熟悉了 经常跟他父母打电话 然后也去他家里吃饭 但是不知道我们领真的事情 就直接说呀 让他先告知 家长啊 这件事啊 让他先告知啊 首先要看他父母的态度啊 有必要说这个事情吗 当然有必要了 你们都领证了 什么时候有必要呢 扯离婚证的时候 我是觉得带球的时候 这样子会 你有毛病啊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 搞得这么不值钱呢 你已经就是莫名其妙的 跟别人卤婚了 你还要把自己搞得 越来越不值钱 这个事情为什么 你要被瞒着呢 你为什么要去隐婚呢 如果这个事儿透露出来了 他父母如果说不高兴了 你不是这么好搬出去 你不是正好按你的想法来 如果说他父母没有不高兴 他父母也觉得 觉得这女孩挺好的 我觉得那你们接了就接了吧 那你就基于你们现阶段的 这个情况再往后考虑嘛 你既然已经当初答应了 人家不去吉隆坡 然后跟他领了这个证 那我就觉得基于现在的 这个情况 就往后考虑 不要再想着去什么 吉隆坡的事了 这个事就已经结束了 翻篇了 没有这个选项了 基于现在的选项 我怎么去做我的事业 怎么去经营我的事业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 我如果为了他要放弃我的事业 我心里很不平衡 那么你就告诉他 你要做到什么份上 我才会平衡 他给出来的条件 你平衡不了 你就给他加码 加到让你平衡为止 他说一个月两到五不行 那么你一个月十个 十个行不行 他出不来 让他父母来出这个钱行不行 如果说不行 那么你就按你的来 你该工作工作 该去找你的这个事业成长路径 走事业成长路径 那么你以后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你就尽量避免 跟他产生正面冲突 什么回家干嘛 就不要让客户送你 你刚刚进去的 自己出去 自己回来就完了 让他也不要跟到你的行程 也不要加到你任何客户 或者是任何同事的威 该做什么 做什么 回来该哄哄 因为他收入是不高 虽然他家里可能有点家底 但大多资产在房子上 然后要么就是在他的一些 就是他妈妈 就是可能是国企 或者他外公是国企 是比较大的领导 就是手底下有四万人的那种国企 就他在资源上 能给到我很多 可能啊 他不可能给到你很多 然后关于现金流 他是没有很多现金流的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我告诉你啊 这个男生 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且典型的皇帝男 他是不可能把他们家的资源 嫁接给你的 你脑子首先给我放清楚 你要是要做事业 你只能通过自己做事业 要不然就是通过他直接拿米给你 他可能自己拿米给你 或者说通过他爸妈拿米给你 有可能 但是他不可能帮你做事业 但是他拿着我的米是有限的 对 所以你只有一条通道 就是自己做你自己的事业 然后规避好跟他之间的正面冲突 回家该哄哄 外面的事该尴尬 因为我是金金工作的嘛 所以可能会需要一些很多高净值的一些客户的资源 但是他很支持我 他也愿意做这件事情 因为本身他也是这个行业的 只不过他不是前端 他属于后端 所以他很渴望做一件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很愿意把资源对接给我 但是因为我们金金工作的话 他不了解他自己 我告诉你啊 他不了解他自己 以他的这种控制欲和掌控欲来说 他一旦真的把资源对给你了 他又会无限的插手 后面你跟别人的来往 他并不了解他自己 这可能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他爸年纪很大了 然后现在也到退休了 然后退休 基本上还在企业待着 他爸很希望他去 可能在企业上有所承接什么 但是他好像并不想 并不想 然后他有说过 我说如果工作要换个东西 他说让我去他爸里面 他有提过就是 意思就是去帮他爸管企业 先从比较基层的做起这样子 我有在考量 我要不要去 就是去他爸的企业里 这样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或者去帮他掌管企业 我不建议 这是一个 我不建议 好吧 我不建议 你的问题 我建议你去EVE 你的问题有点复杂 我建议你去EVE 我也不建议你 刚刚这个说法 我的建议给过你了 我认为你就应该 自己做自己的这一趴 让他来顺应你 就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边做自己的事 一边去哄着他 最终让他服从 让他顺应 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 你不要想着说 你进了他的那个轨道 进了他的那个体系 进了他给你加接的资源 你还能拥有自我的独立性 这个男生的性格 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我的预判 对 他很 他满布安全感的那种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的方式方法很简单 就是我坚定自我行为 坚定自我框架 然后让对方来顺从我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行为模式 知道吧 我一边要干 我要干的这些事 我一边嘴巴上去哄 是这样 我的行为 跟我的语言 是做剥离的 明白吗 我一边行为上 很多姑娘就这样 他不让我设交 他不让我这 他不让我那 除非他拿米 已经把你砸得 晕头转向了 然后他给你的这个米 已经完全的支撑了 你的这个 想要的生活状态 你可以去顺应他 如果不行 那么我对大家的建议就是 你该干嘛干嘛 该干嘛干嘛去 然后回来 再哄 懂了吗 我该玩玩 我该做业务做业务 我该跟客户交流 跟客户交流 但是我知道他也不爽 我知道他又要发飙 没关系 回来再哄 你这样 宝宝不要生气了 我给你带来吃的 哎呀 那没办法 就这样 然后多哄一会儿 哄一会儿 哄不好 就不哄了 睡觉 就是我对你们的建议 然后让他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顺应你的行为模式 因为总得一方被 被另外一方影响改变 没办法的 知道吧 我说了 如果这个钱已经给到位了 给到我不需要再搞这些了 那么我就 我就听他的 对不对 我也不跟别人应酬了 我还应酬个鬼 是不是 如果给不到位 如果不能满足我的预期 那么我一定要坚定自我框架 坚定自我框架 好吧 当面一套 背面一套 行为一套 嘴巴一套 然后让他来顺应我 完事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要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月联麦啊 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直播的宝宝 左上角头 现在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撕 我们下播又回复你们 你们换个位置思考 就懂了呀 你看啊 你们总是觉得 好像我跟你们说的事情 难度很大 没有难度很大 对不对 对 你们想想看 你们老公 是不是 出去玩 你不要让他出去玩 他会 他就不出去玩了吗 不 他还是要出去玩 但是他会怎么做呢 他这边玩玩了 回头给你买个小蛋糕回来 老婆 不要生气了 对不对 你要是不 不做哄的这个动作 那两个人的关系 肯定得崩 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 不停地去找平衡嘛 对吧 今天我跟兄弟伙的 打牌 打到凌晨两点了 我知道 我老婆可能已经在家里 要发飙了 对不对 那我怎么办呢 回去 给他大树花 老婆 刚刚 我看有个老太太 冰天雪地的在那卖花 我就把这个花买来给你了 这样 你那个关系 是不是就没太大毛病 对不对 这就是这样 他一边又要完成 他自己的那个想法 他该玩玩 他该打牌还要打牌 该应酬还要应酬 但是呢 他也不想跟你搞崩 他怎么做 他就是用这种平衡手段的 所以我们 这个男女关系 这是个性别调转 是一样的呀 是不是 那很简单 如果你在家里 你能够把你老公养起来 是吧 我 我断你的水 断你的粮 断你的电 我是不是就能规定 他几点回了 对吧 我本来这个月 我要给你给五万 你今天晚回来一天 跌五千 给四万五 对吧 再晚回来一个小时 四万 你是不是能管理他 你可以管理他呀 那他没办法呀 他只能听你的 是不是 他只能听你的 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 他没有这个政权的 这个能力 他是不是只能听你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 什么东西去平衡他吗 没有所谓绝对的对错 只有平衡 制衡 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也没有绝对的说 能不能做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不是不能做的 家庭主妇也可以做 对吧 前提是 你给我的 足不足以 让我去放弃 我外面的这个12345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我给你们的 就是最佳答案 不是忽悠 也绝对不是说 你们没有操纵性的 绝对是最佳答案 对不对 为什么他打电话 就一定要接呢 为什么他叫你回去 你就一定要回呢 你就不能把这个摊子搞完了 回去再慢慢搞 对不对 这摊子事先 先玩完 回去以后再慢慢哄 对吧 有什么 有什么矛盾的呢 没有任何矛盾的 好不好 来下一个来 哈喽你好 你好 嘿哈喽 曲曲 你说 能听到吗 可以你说 好的好的 我先送你两个妈妈烟花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然后祝你每天都能量满满 然后迅烂而多彩的赋能大家 谢谢 感谢 然后呢 我接下来两分钟是要感谢下情感的曲曲 八分钟就请教下事业的曲曲吧 好 情感曲曲的话呢 是我前段时间嘛 遇到了确实一个很大的情观 然后刷到短视频 然后到金贵关系 然后一一一一一一一之后呢 其实是在老师的支持或者说逼迫下吧 第一次在男女关系中开口了 然后刚开口 对方就答应了就不到一分钟 所以就感觉很神奇 哪个老师啊 然后后续呢 文静老师 所以后续呢 我是不断地在这个物质正反馈中吧 我也感受到被宠爱和重视 其实心态和关系也更好了 这里也是有种感谢下 你把你的团队带得很好 谢谢 所以这段时间 我也在持续收集你的产品宝藏库 那今天跟你连麦之后 除了闺蜜圈 我再努力努力 其他就都集齐了 所以感情上 我觉得我快出师了 今天就不请教了 然后请教你的呢 是职场相关的 因为现在呢 我觉得你是人性认知的宝藏库嘛 可以弥补一下 我在这一方面的 我说下我的事业基本盘啊 我的事业基本盘呢 是32 然后base80W 然后加bonus的话就上100 现在的话呢 是创业企业的创始团队加中高层 那我创业后呢 其实也是转型了嘛 就是从乙方转为甲方 然后以前是小朋友的状态嘛 现在也是变成几个团队的leader 所以以前基本是向上设交 现在的话呢 是有平行或者向下设交 我的问题呢 就是大背景啊 就是在平行和向下设交时 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过小朋友嘛 然后做过小朋友的时候 也是遇到过几个伯乐 所以我倾向于现在是主动给到对方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成 或者说待遇 但是我就发现会被薅羊毛 就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像我那么自觉 对吧 比如说律师啊什么 我不设cap的时候 帽子的时候 其实小时费有时候是完全超预期的 那现在也是经济寒冬嘛 所以其实在资本权利这一块 其实要更分配好嘛 那我就三个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 向上设交是要经历框架来筛选嘛 那这部分其实大家做一方的时候也学了 但向下设交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框架可以筛选出 就是值得共事的下属或者说合作伙伴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向下设交的时候 我相信啊给情绪价值 其实也是可以更加事半功倍的 那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书吧 但我也想听你 就是因为你的经历也很多嘛 就是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说给到什么情绪价值 那第三个呢 就是现在确实也是资本或者经济寒冬 其实我在带领团队的时候 是会遭遇挫折的 那我以前一个人的时候啊 我其实单兵作战 遭遇挫折嘛就遭遇了 现在的话其实我会有点慌 就比如说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没能力啊 然后这种情况怎么来稳定军心 对这三个问题啊 其实都是大课题 那其实也可以来选择新的探讨啊 首先啊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那我选人呢 我会首先是这样 就是在我给他基本的条件的情况下 看这个人能不能把我交给他的事 完成的超预期 那如果说在我给他基本的条件的情况下 他能把这个事儿完成的超预期 那么我才会给他超预期的回报 首先是这个 还有一点的就是我 我在对下这个里头啊 其实我的边界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我认为任何的给到别人的这种 分成吧 或者什么也好吧 一定一定是基于他自己的工作的状态 能力 忠诚度 达到一个程度 我才会再去往上去叠加 但是只要当我往上叠加的时候 我一定会给出远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叠加 是这样 我先要判断这个人的底色 然后才会去做这个动作 而不是先用一个 高于市场的一个方式 去试图吸引更优质的人 我不会这样 因为这种方式 我觉得他到了 就是如果我先给的条件很好 那么过来的人呢 你其实判断不了 他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 OK我明白了 其实也是类似于向上社交中的 对先看对方的东西 然后给对方超预期 对的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说你刚刚说的一个问题啊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也面临着跟你一样的问题呢 我们的团队越小的时候 其实船小好掉头嘛 对吧 那我一个人可以承担绝大部分的压力 我甚至于可以不干无所谓的 但是当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 实际上市场上的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 可能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 它都是重创 那我站在台前 其实我是承担最大压力的人 那么下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人 我也会要想着 怎么去让大家更加有信心的去面对 现在很多困难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我们个人的心态稳定 其实大于这个团队的心态稳定 因为你个人的心态稳定 会保障你这个事业的长久性 但是别的人能跟上 他就跟不上 他可以换 这个是我的想法 就是我不能够用一个过度的 这种责任感去反向绑架自己 因为任何一个事业 他都是有周期的 对吧 他有好的时候 有不好的时候 不能说我就因为好的时候 然后呢 大家都跟着我吃香喝辣的 那不好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其实是一块在不好 不好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因为不好 你就要离场 或者你就要怎么样 那我觉得你也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这个是我的想法 因为我认为我们自己的内心稳定 大于团队的内心稳定 如果我都不稳定了 我都想着 哎呀 哎呀 我要是让他失望怎么办 哎呀 我要是让他收入减少怎么办 如果我还在焦虑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是把重点放错了地方 对对 说的是 其实这也是一个筛选过程啊 对不对 因为当好的时候 我们对大家足够好 对不对 那么当不好来临的时候 我也不能够说 从人性层面上去苛责别人 不能离开 或者从人性层面上 苛责别人 要求大家 跟像吃香的喝辣的一样的 对我们这个团队 依然投射着什么样的热情 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子 去对待别人 因为这个是 它是不吻合人性底色的 对吧 但我们永远 首先第一要务 强大自己的内核 然后强大自己的事业的信念 信仰信心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不断地做筛选动作 跟得上就跟 跟不上就换 它只能是这样 对我刚刚他评论你说 就是他说 我怕不能服众嘛 我觉得确实是这个 就是我怕不能 就是遭遇挫折 之后不能服众 但你刚刚也说的 对就是 假设我不能服众啊 就是不服我的 其实就选择离开 然后相信我的就留下 对 重要的就是 我要自己相信自己 对的 对的 你自己得知道 自己的干嘛 否则的话 其实越是当你 特别害怕 不能给别人什么 或者特别害怕 别人失去什么的时候 其实从下围的人 往上围看的时候啊 他会觉得你不过如此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感觉 就是如果你特别特别的 有的时候过于的去在意 每一个兵的感受了 其实在他们眼里 在看你这个将 他会觉得你不过如此哦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 转型的状态当中 要进行自己的 你说的对 然后要让他们来跟我 对对对 其实信心是在什么当中产生的 他们为什么要有信心 他们为什么要有信心 是因为他们觉得 你永远都 那么的稳 就是我们都已经不知道的 哎呀抓瞎了 你还是那么稳 可能他就觉得 卧槽你视频我有能力 对 我相信是的 好呀 又从你这里 吸收到能量了 谢谢 我们共勉 好不好 与君共勉 共勉 共勉 好 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好 就这样 拜拜 我跟你们说 我在很早很早的时候 开始 就是我原来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 带团队做销售的经验 我最早的时候啊 其实我就跟大家是这么说的 很早的时候 那那十 十年前了吧 可能 我就是说的 只要我做了决定 那么 你们就不要提出异议 就算我做错了 就算我做错了 也不重要 我很早很早的时候 我在带团队的时候 我一直都是这么个理念 就是做决策之前充分探讨 在我做决策之后 大家不要有任何反对意见 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就是这样 因为我认为 这个船的 头啊 只能往一个方向开 对不对 我开错了方向 我可以及时掉头 这个很重要 对吧 而不是说 我开出去的时候 我天天想着 到底是往左开 还是往右开 还是往左开 还是往右开 我觉得你这个 会把我达到目的地的 这个时间拉得无限之长 战线拉得无限之长 所以在我看来 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做决定之前 可以充分探讨 一旦我做了这个决定 你们就不要再给我 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了 我在行进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会做调整 一个带头的人 一定要有这样的能量 要有这样的气场 其实有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 你做的这件事 对与不对呀 它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其实在我们 做事业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我们 哪怕是在走辞尽 拿结果的过程当中 一个动作 其实不会带来 全盘大局的改变 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 在行动当中 找到解决方案 这个很重要 而不是说 基于你当下这个动作 我要怎么做 才能确保它万无一失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个特别特别的难 而且你们知道吗 如果每一个 被你跟随的人 他们 都 还 就是说 还不能看到 你对你自己的决策 这种信心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更加 没有信心 如果一个团队 丧失信心了 那这个团队 就彻底完蛋了 就彻底完蛋了 所以说信心 是大于一切的 来答 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 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约连麦 或者是害怕走丢 怕找不到 去直播间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撕 我们下播也会回复你们 对了 刚刚这个姑娘 她是文静老师的学员 是吧 好 那个表演下文静老师 给文静老师 搬朵小红花 来下一个 这是快乐水 妈呀 哈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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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你好 听不到啊 喂 不好意思 我刚刚不知道到我了 好 你说 我说一下 那个我今天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我和我的前任相处了两年了 然后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他和好 我们分路已经有十个月了 不知道有没有和好的这个必要 好 我我们是在这个 呃 新一线城市 我现在32岁 呃 体制内外贸七番 公共有小光环 然后她是33岁 在央企 我们分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妈妈觉得她各方面都配上我 对我也不够喜欢不够好 现在有和我条件差不多的男生在追我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我的前任 我 啊 具体能听听我说的话吗 可以 我不知道有没有卡 没有 啊 好 然后我有个情况想先说一下 就是我对婚姻一直都有执念 并且 我有年龄的焦虑 我30岁之后 这个焦虑就加重了 加上 加上我觉得她不是并不是很满意的这个 近围城对象 然后这个焦虑就影响了我正常的工作 所以我就开始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 抗焦虑的药物 31岁的时候想跟她进围城 要小孩 所以停药了 后来焦虑复发了 家政一直纠结 要不要跟她进围城 这个焦虑就导致我没办法工作 在家休息了一个月 然后 恢复用药以后才正常 我这个毛病有一点遗传的因素 因为我爸爸也是 一焦虑的体质 我的前任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非常动了 她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疾病 但是有时候会下决心一样说 要马上和我去结婚 然后现在是有继续在除药 我原来就是我要不要跟她和好的一些优缺点 就是我以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是正常的走那种婚恋关系 平时她就负责一些吃喝玩乐的钱 没有就没有其他的付出 我会买一些小的礼物 然后我就是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妈就对她不太满意 就给我介绍了其他对碰的对象 我刚开始和她在一起那段时间很纠结 状态不太好 她应该能够感受到 然后她就和她以前的一个暧昧对象聊S 后来还在社交软件上发征锋帖 我问她为什么会发 她说只是想看看自己在对碰市场 那个市场怎么样 没有和具体的人去聊 然后这个过程 其实我也一直有去对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感觉到了我这么做 所以她才没有安全感 所以才会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 我就觉得要不要和她结婚的那一个月 我妈还在给我介绍对对碰对象 我出去对对碰的时候特别焦虑 就会就在日基本上记下来了 后来被她发现了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我担心以后进围城 会成为她不忠诚的一个理由 还有就是 她的父母在她小学的时候就扯了快乐状 后来又和好了 但是没有领证 可能是因为她的爸爸就是很自大 做什么亏什么 她妈妈怕有债务的牵扯 所以就没有在领证 然后她的一些观念 应该和她父母从小不在一起有关系 她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说家里的米要分开 用朋友也各自玩各自的 平时也可以不用一起出席社交 除了家里的亲戚 后来和我在一起久了 会有一点会有好转 我跟她聊过她说她很看重感情 如果以后没有感情了 就会扯快乐症 她说我的缺点是没有求知欲 不喜欢深入思考 所以她和我精神上的交流可能 不会太好 姑娘我跟你说 姑娘你讲了这么长时间的 全是废话 全是一句没用 一句有用的都没有 你什么条件 这男的什么条件 百条件出来给我听一下 就是我们家资产一千个 他们家两百 然后家庭条件的话 这还要说什么呢 这还要说什么呢 你们家一千她两百 完了以后还一身毛病 你找她干啥呀 你这有点过度上头了吧 这属于是 就是我比较喜欢她的外貌 我觉得她很有边界感 然后又很幽默又有智慧 你就是属于没见过男的 是吧 没见过男的 也没有 我那个对方对象也很多 然后我以前也 谈过几段 你要是非要找这个男的 那就不要问任何人知道吗 最重要的是什么 自己为自己的选择 跟决定买单 你这个男的任何时候 硬件条件一百 然后什么又 什么聊S这个那个的 什么还有AA的 什么要是感情不好 还要扯坏了任的 就这些价值观一百吧 她对你呢 也不是那么的尊重 那像这样的人 如果你要选 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不要问你妈 也不要问我 不要问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人让你选他 对不对 但是你内心当中就觉得 我就喜欢 我就喜欢 我就觉得他长得帅 我就觉得他幽默 如果是这样 OK我们做一次成年人 我今天就要跟这个男的好 谁说的话都不好使 以后要是过得稀巴烂 他要跟我扯坏了任 我就认 就可以了 因为你明摆着你跟这个男的 是没有任何人会支持你的 其实我现在几个追求的男生都条件 会比他家里条件好一点 然后自身的工作也会有光环一点 但是就是感觉相处了两年 沉默成本有点大了 你有毛的沉默成本哪 这有什么沉默成本哪 沉默成本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沉默成本不进入重大决策 知道吗 结婚哪 这种东西它是属于重大决策 我们之所以要处两年 是因为我要通过这两年的时间 看出你不合适 我看出你不合适了 我还要往里头栽 那我跟你处两年干嘛 我处两天我就跟你跟你结婚 我为什么还要处两年呢 不处吗 不就是为了看好不好吗 合不合适吗 我处了 我就看着你这毛病 那毛病那毛病 那毛病这毛病 证明什么证明不行吗 那好我知道了 好谢谢谢谢 嗯 你还有问题吗 嗯 就是我想那个就是我的这个 嗯 小毛病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以后的这个婚姻 我跟你说啊 就是说这个人呢 焦虑啊 抑郁啊 是这样啊 我们呢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 我不能够跟你给一些不负责任的说辞 但是呢 在我看来啊 其实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好的对象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这种焦虑啊抑郁这些东西 它是会减弱很多很多的 很多时候啊 亲密关系的不合适 他才会让我们重度的焦虑 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他跟谁在一块都挺焦虑 但他终于有一天遇到一个人 哎他觉得很平和 他觉得很安定 哎这个人往往他就是很对的一个选择 一个人他不仅仅不能治愈你的焦虑 他还会让你的焦虑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么可能你认为的他的内心好 其实都是你内心的执念 都是你想赢 你不甘心 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好 我现在也有一个比较矛盾的情况 就是我现在我接触的男孩子他们 就都挺都挺好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不够喜欢 我觉得可能太老实了 其实我就合适这种比较老实的 我会有安全感 但是呢 我会觉得这种人又不太好玩 不是 你知道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吗 我一听就知道 你没上进心 你不爱做事业 为什么呢 所有的在事业上面 没有什么大的想法的女生 都喜欢在情感上面搞情绪 都喜欢 就是跟一个男的喜欢在这拉扯 因为他的精力没有地方消耗 这就是你的问题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好吧 谢谢 谢谢 拜拜 没有别的问题 你看我也没问他干嘛的 我也没问他做什么工作 什么收入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真的 我为什么跟你们讲 那个特别爱做事业的人 他往往就不喜欢那个做的呢 对不对 因为他人的时间跟精力是有限的 明白吗 但是呢 人的时间跟精力呢 他要是不消耗掉吧 他又是确实也睡不着 所以就看你把时间跟精力消耗到什么地方而已 往往啊 只有那种特别年轻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你们上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拉拉扯扯 消耗精力 在感情上面啊 特别喜欢捉啊 闹啊 吵啊 搞啊 然后弄得两个人死去活来的呀 对吧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事干 在事业上面啊 你没有去动脑子 你这每天上学吧 这是不用动脑子 一身的劲儿 没得使 他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本质 知道吗 但是当你真正的进入到了你的事业里面 如果你每天面临着很多竞争 你每天要想着怎么去向上跃迁 你要想着怎么把这个事做得更好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精力去跟那个男的 或者跟那个女的搞事情了 你没精力 而且人家如果那么跟你搞事情 你会觉得很累 懂了吗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哎呀你踏实稳重点 挺好 你别跟我搞了 就是这样 但是这种呢 我认为啊 在什么时候 它有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呢 如果你是一个根本没有上进心的女生 那么也许当你有了一个娃 也许你会得到一定缓解 因为你又有了一件事可以让你动脑子 知道吧 但是我呢始终啊 我还是奉劝所有的女生 尽量啊 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更加成长的事情 即使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不一定要工作 不一定要赚钱 知道吗 但是家庭主妇你也可以去学一些爱好 去交一些朋友 然后去看一看自己能不能把自己某一方面的一个爱好 然后变成自己的一个长版优势 这个也可以作为你们奋斗的一个方向 不要让自己的脑子过于的闲 闲的就跟那个男的搞事 这个是最没有价值的 这个是最浪费时间的 你们看那个 我不是有一个网红 叫什么CC还是什么的吧 你看人家那个女的 她每天就穿着那种就是挺漂亮的衣服 在家里做饭 是吧 她就是变着花的做饭 变着花的把那个饭拿做的又漂亮又好吃 是不是 然后呢 人家现在可以在平台上面 有几百万的粉丝 对吧 接广告接到手软 她是不是 其实你说 到原来最开始的时候 她可能这个东西不是她的事业 但是呢 她可能就是在做一件她喜欢的事 对不对 她只是在做一件她特别热爱的事 她喜欢的事 然后她把这件事情做着做着做着 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即使你是一个没有什么上金星的人 你也可以去效仿这种路线 对吧 你有没有自己想要去学习的东西 或者说你现在没有 你能不能去探索一下 我有没有可以让自己增加一点 自己的丰富度的这种东西 爱好技能 对吧 不能让自己活得太空洞了 每一天呀琢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天天跟那男的搞事 你说你们这样有什么主心骨呢 对不对 来到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许解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月连麦啊 或者是害怕错过曲曲的直播间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你们一定啊 要在我的直播间里经常听 经常听以后 它会改变你很多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比如说啊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留言 就说人家的人脉很厉害的 我跟你们讲啊 人脉 他有的是天生的 但是没有天生的人脉的人 你们知道怎么能构建人脉吗 就是你们要为别人提供价值 我跟大家打个比方啊 我现在有个闺蜜圈 你们知道我的闺蜜圈门槛是十万 对吧 原来我也不爱宣传 但是太多人哎天天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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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什么解析我们 我们也不用别人解析 我直接跟你们说 我们有一个闺蜜圈 我们闺蜜圈的门槛是十万 我用这个门槛筛选进来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女孩 这些女性 她们有的是自己已经做的非常厉害的事业女性 有的是老公非常厉害的全职主妇 还有的是爸爸非常厉害的 反代 就是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三种 没有基本上没有第四种 那么你们告诉我 这些人脉是我先天的人脉吗 他不是我先天的人脉 是因为我不断的在平台上面给大家提供价值 所以他们在向我靠拢 然后我们成为了彼此的人脉 我们千万千万我跟你们讲 一定要戒掉这种背景论 宿命论 关系论 一定要戒掉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在自己没有的东西上面 不停的想要去 我觉得自己我凭什么没有 我凭什么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只能够在自己可以改变的部分 去想解决方案 去下功夫 对不对 你说 就打我刚刚说的这个CCG 你们认为 他是拍出来了很多很厉害的人脉 你怎么知道 他那些人脉里什么是先天的 什么是后天的呢 对不对 他在平台上有几百万粉丝 他每天做的那个菜呀 用那些就是珍惜食材呀 做的那么好的菜 有很多很多他的粉丝一定是非常高端的客户群体 人家也会想 哎呀我能不能搞一个特别牛掰的食材 送给你 让你帮我做一做一顿满汉全席呀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吧 我因为我平常还会有一些就是基于闺蜜圈的一些 然后从关系签关系这种社交嘛 我跟大家说我我真的 我们现在呀身边嫁接了非常非常多非常厉害的人 我是不能在平台上讲的啊 不能在平台上讲 不能在平台上讲 这个不是我们十万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门槛费 没有什么每年每年的没有的 就是大家交了这个米就进来交过朋友 就是这个意思就交朋友的意思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旁边认识了非常多非常厉害的人 绝对是以前在我们以前的那种圈子里是不可能够得到的 真的是够不到的 就是就是名字一喊出来都是响当当的 都是全网可查的这种 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 好多人他们看到我都是我好喜欢你 就是我好喜欢你 真的人家都是可能一年都是讲十个亿往上的这种营收的 看到我就是觉得好喜欢我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经常看到我的直播 然后他们也会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感受到能量 感受到价值 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啊 所以我们人活着 你们要知道啊 它是一个双向作用的东西 就是当你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的价值呈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吸引到的人就越来越厉害 你在给别人价值的时候 这些人才能称之为是你的人脉 如果你不能给别人价值 那就像人家说的 那个才叫强扭的瓜 扭不明白 因为这个社会其实人跟人之间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现实的 越是厉害的人 他越是会节约自己的精力 不去做无效社交 明白吗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打造自己的价值长版 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 想明白这个点 然后让更多人看见你 这样的话 你们就能够把自己的人脉圈层进行最优化 好吧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吧 我左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 周六 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 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月连麦 或者是怕走丢的宝宝们 左上角 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所以说这个是常年的 常年累月的东西啊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大家不要想偷懒 来下一个来 叶子没脸我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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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时候出书 一周 这次真的一周 一周就上线了啊 哈喽你好 哈喽哈喽 曲曲你好 听得到吗 啊听得到你说 好的 我打开我的操稿 嗯是这样的 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啊 嗯 我年龄二十四 然后年之前的话 年薪是二十个左右 然后学历是本科 外贸是七分左右 我不是特别上进 但属于是比较有气质型的 然后出去的话 经常会被人夸漂亮 有气质 然后我的男嘉宾呢 比我大十九岁 他是做投资这方面的业务的 然后身家几个亿是有的 但具体是有多少 我是不太清楚 然后他之前呢是结过一次婚 然后扯过快乐症之后呢 有一个女嘉宾 因为想代求上位 然后他和那个女嘉宾分开了 然后但是还是生了一个女儿 现在四五岁了 然后我跟男嘉宾认识是一个月不到 然后目前是在一起半个月 然后他投入了六个 然后我和他是工作认识的 我是他的秘书 然后前几天出去玩了一趟 因为闹了点矛盾 然后因为他一直拿就是工作这个事情 就是威胁我 他就是嘴巴很硬的那种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直接提了离职 然后提离职之后 然后他昨天晚上就到我这边来 然后我现在是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我自己在找工作 然后工作和感情分开来的话 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好 第二个是我如果找不到比较好的工作 我也可以选择再回到他那里 因为他确实也可以带我学习进一步 带我见世面 他是比较乐意就是带我进一步 带我学习的那种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 他对我的付出太少了 但是他又不喜欢我太主动的药 就是捞感太重的那种 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他对我投入更多 你跟他干了多长时间你就跟他好了 我跟他 我上班的第三天他就跟我表白了 然后呢你就好了 嗯 你当了我多长时间的粉丝啊 大概 几个月吧 你也不是我们学员是吗 对对 因为你犯的就是在低级错误 都低级错误 非常非常低级的错误 就是如果如果你是一个脑子清白的人 但凡是把经贵的关系学完了的 你都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我们是绝对绝对不会允许大家 在跟一个搞工作的关系里面 然后搞个几天就被自己的老板 玩上手了的 这种的话 你就是个大白菜你知道吗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其实没有本来没有想跟他 就是在一起 但是他是他强来 哎呀这不重要 这一点都不重要 这一点都不重要知道吗 就是你在半退半就 你内心当中认可这个事 你没有搞明白 你是在走雄敬赛道 你应该的是利用这个男的对于你的好感 然后向他拉到更多资源倾斜 但是不能委身于他 你没有搞明白这个逻辑 你以为你快速的跟他怎么着了 你能获得更多 但实际上这是个伪命题 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太多女人容易被他搞定了 这个世界上 但凡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去他那边上个班 看到他一个单身的 这么牛掰呀 都能分分钟被他搞定 你对于他来说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跟别人 没有任何差别啊 你这个动作一做 你就成了个白菜 你就成了白菜 你没有任何差别啊 你没有任何的差异化价值展现啊 那我现在是主要 现在有个问题 那我工作的问题 我是打算在 就是重新找工作 我不打算在他那边弄 因为我觉得工作跟感情都 就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我非常没有安全感 他对于你的感情也不会很长久 小姐啊 反正呢 你该怎么工作怎么工作吧 我就建议你啊 不要太把这个男的当回事啊 好的 第一步走错啊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坏的开始也决定了失败的一半 就是这样 好的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谢谢 你们真的 你们永恒的不搞懂这个逻辑啊 你们那个身价永远上不去 永远的上不去 懂吗 除非你有特异功能 你有特异功能啊 就是你是这样的 完了以后 后面是那样的 完了以后你还会 我跟你们讲啊 咱们就是 就是说你在十点半这个事上 你还有绝对的特异功能 然后就是 你第一次 你就能让这个人 终身难忘 且他在外面很难找到 就是非专业的对标对象 什么叫非专业的对标对象 因为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吧 如果是专业选手 职业选手 他可能还是有机会能接触到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正经上班的女孩 她们比较难接触到 这种有特异功能的 知道吧 你要不是有这种特异功能啊 你们这就搞就搞废了 一送一个废 一扑一个废 知道吗 我们现在呀 为了不关播呀 恨不得手脚并用 我太难了真的 我太难了呀 什么叫 咱们就是点到机址好不好 具体的你们就要在圈圈里面去 嗯 琢磨了啊 这支圈圈里面 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大家稍微的普及一下 好吧 除此之外啊 如果你不是我描述的这种 我描述的这种 懂吧 你如果不是我描述的这种 你一定一定要搞明白 你首先是要给这个人展现你的能力 展现你的价值 并且还让他得不到 拿不下 知道吗 你这个时候才能在他心目当中呈现一个高分 他要对这个女的是个什么人物画像 你们今天就把我这个话记住 啊 你们要在这个男的心目当中呈现一个什么人物画像呢 就是 又美又有能力 又能给我带来价值 又他妈的不能被我搞定 你要给他呈现这种形象 懂吗 只有这样 你才有可能让他在事业上对你进行资源倾斜 同时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跟他发展什么男女关系的时候 他一定会拿出重大诚意 三天上手的 三个月上手的 都是一回事 都是一回事啊 你就是个大白菜被人拱了 懂了吗 拱完了你就没有价值了 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 我刚刚说的那个你自己往镜上套一套 你看你有没有 你没有就不用说了 好吧 我们为什么要叫爱情科学家呢 知道吗 我们的案例样本太多了 我们脑子里全是案例样本 什么样的我都知道 一过我这儿 我就知道你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好好学习啊 大家我请求大家把我们这个金棍好好看一看 在社群里好好地跟啊 客代表 跟管理员好好交流交流啊 提升一下自己的技术水平 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啊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走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不要再打那个词了 要学习我们金棍的关系啊 敬我们正我们正的啊 金棍的社群 或者是找我们EV 或者是要找我们下一场预约连麦 以及害怕跟曲曲走丢 害怕找不到曲曲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又回复你吗 下一个 我这只喝了一口快乐水 你看给我嗨的 我这喝多了还得了 哈喽你好 哎曲你好 哎你说 到我了 你说 有点 呃是 呃是这样的 呃我 我是那个 今年是28岁 然后呃 之前的话就是状态没有特别好 之前就是抑郁过一段时间 大概是五年左右 然后现在是断药了几个月 然后最近是待业在家两年 然后准备考研 家里是做服装生意的 嗯 爸妈最近期就是想退休嘛 然后我就有点焦虑 呃家庭的一个资产的话 都是呃我知道的 目前是三万的三千万的情况 然后身高是158 体重是65千克呃 呃在超一线城市 然后之前是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 年入大概十几个W 然后有时候会一对一的教呃 小朋友英语是五百一小时这样 然后之前读的那个大专的话是金融呃 呃 然后出国读了一年也是金融 然后回来读的那个成人本科是服装设计 然后纠结要不要听爸妈的话去读个MBA 自己更想读的话是那种设计类的研究生专业 但是上海的那些设计类的中外合作的项目的话 只能学习 拿不到毕业证那种 我就会担心找工作会有点影响 然后现在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方向会比较迷茫 呃想希望你帮忙参谋一下 张叔你多大 28岁 28岁啊 我不建议你现在去读研究生 我觉得你没有真实的跟这个社会切磋过 你过去这么多年学的知识 都还没有运用到事业当中去过 你现在再无限的去给自己堆加知识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首先你是要让过去的知识 先帮你拿到一部分的成果 然后你再去读 你才有可能说真的知道你学的到底是什么 到底什么东西是有用的 嗯 就是比方说比较喜欢这个设计类 就就往这个方向做呢 然后从实习生开始找一个普通的公司 开始做 对的 也会比读那个MBA 那比较空吧 我觉得 对的 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资源去跟这些大佬兑换 因为我到了一个MBA的补习班 我觉得那些同学也不是特别 愿意搭理我 那个那个班主任也不是很带进我那种感觉 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姑娘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 我是之前在国外 嗯 国外得了抑郁 然后我当时成绩一开始还是挺好的 就是读的那个金融管理嘛 然后我觉得就读了一半 然后就管理学就像一个梦想一样 就读了一半 当时那个导师也挺优秀的 也是那种什么荣誉教授吧 反正就是感觉是一个梦想没有完成 就是这件事做了一半 他是一个硕士的预客 就是他是可以申请硕士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读书是为了什么 读书还是为了就是更好的工作 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 对的 理论结合时间 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不是说无畏的去读书 知道吗 无畏的去读书 嗯 多少留学生就是这样 回国以后发现自己 哪怕十年几十年的工作 可能都没有办法把他那个学费给挣回来 对不对 对根本就挣不回来 没有意义 知道吧 其实没有意义 这个也是你们的家长 对于你们过于的保护了 有的时候啊 你们容易抑郁呢 其实也是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 嗯 我们要主动受挫 主动去承担压力 在受挫承担压力的过程当中 再去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想解决方案 改善自己的处境 那么你就知道自己的方向感是什么 就不会那么容易抑郁 我们老是开玩笑说 那个工地上没搬砖的呀 它反而不抑郁 知道吗 有的时候你们就是因为被保护的很好 被保护的太好了之后 你一点小挫折其实都受不了 嗯 对就是之前的路可能太顺了 然后出国之后发现那些同学 他也不会像在北方的那些同学那样 就是特别照顾我或者是帮助我 他们可能就是就是各管各的 我跟你讲 你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去 你会更有这种感受 知道吗 但是我们的发心是什么 是我就是来挑战困难来的 我知道我会面临这些东西 我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而不是我我进入到这个 我适应不了 我适应不了 我好痛苦 我进入那个啊我好难受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 这样的话只会让你更加逃避 然后不跟这个真实的社会去切磋 只会让你更为抑郁 就我现在确实有点逃避 就是那种有点有点眼高手低吧 就普通的工作又看不上 然后太好的工作又够不着的那种感觉 但事实上是能力不够啊 明白吗 事实上是不是能力不够 对啊 能力是在什么当初产生的 他不是通过读书产生的 能力是在实践中产生的 是在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产生的 我今天搞定了一个客户 我今天通过了一个方案 我今天把一个同事让他喜欢我了 这个都叫解决问题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哦我真的越来越强大了 我越来越有能力了 对 不要逃避问题知道吗 要解决问题 不要逃避问题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上一任男朋友 他是一个程序员 然后他年入是50万左右 然后他在相亲的第二次就跟我确定了关系 然后三个月就跟我分开了 当时我就是很作嘛 然后就是一直要要情绪价实 又要他付出 然后后面后面我看他消息是跟他妈妈说 是因为我家庭条件比较好 才跟我在一起的 然后意思就是他在骑律找马 后面我就起跳了 把他给我三个月花了那四五万块钱 就还给他了 然后他就立马找了一个女朋友 我觉得我前面大部分的情感都是被短则 就是我觉得我自身条件比较弱 如果然后家庭条件还行吧 再超一线城市 然后身高1米58 体重65千克的这样一个机构 因为老师那我择偶的定位 大概是什么样的画像 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性格 是相处方式 我觉得你可以去EVE 如果你遇到了合适的对象 你可以让老师教你怎么去交流 因为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呢 容易有这种就是太骄纵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没有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 他应该哄着你 应该宠着你 应该让着你 你越是进入到这个社会 你越会明白 如果你没有价值 没有人会搭理你的 我们所有的被别人的哄着 被别人的捧着 被别人的宠着 都要基于我能给别人带来什么 感情关系里头就是这样的 一定是他跟你相处觉得非常的舒服 那么他就会愿意持续跟你相处 如果他跟你相处不舒服 你想让他不停的来容忍你 除非你给别人砸大米 对不对 那也没有啊 那否对啊 所以啊 为什么我们要学情绪价值呢 我们要学着怎么正向沟通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给别人砸大米 是不是 是的 就是我 我这人又特别毒舌吧 然后我说话又很值 前两个月 我就是那装的跟真的一样 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其实也会 然后说话特别哄着他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做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矛盾 你的自己不好 没有必要做自己 就那一部分可以舍去 我们就是要改变自己不好的东西的 如果已经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好 我还要保持这样的自我 凭什么呢 还是这个问题 你们家是什么级别 能让你横着走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资格吧 对 就是该 就是感情还是互相要付出 也不能说 如果正常正经的恋爱关系 也不能说 一上来就快快快让人家付出 他其实一个月也就赚 拿到手也就一万多 然后我让他花了快四五万 那你还说个屁呀 你还管人家是不是 什么什么看中你这个 看中你那 不是他们觉得我这女孩不靠谱 然后就不同意 那这是你觉得靠谱吗 人家挣一万 你花四万 你觉得靠谱吗 你花你自个儿的呗 确实不太靠谱 后面两个月他就开始跟我AA了 对呀 他就觉得我不累了 因为你给人的感受就是 你就是上来 你把人家给薅秃了 对不对 人家为啥要给你薅秃呀 确实 想要拿什么之前先想一想自己能给什么 好不好 就我之后就想男生付出 付出六我付出四差不多了 就这样 让男生都付出八都没问题 但是得你能提供情绪价值 懂吗 好吧你遇到靠谱的对象可以 我到时候遇到合适的就去EV1吧 可以的 好吧 谢谢 我跟你们说 不正视自己的问题 只会让你们更加抑郁 真的 很多人他其实在不停的感知到自己有个什么问题 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 你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 你就越是不会改掉这个问题 你不改掉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引发到你生活当中的这种困难阻碍 就会越来越多 它就是恶性循环 嗯 我是不跟大家讲 我原来是真的是花了两年的时间 改变自己的性格 我真的不夸张 我是改变自己的性格 以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傲的人 其实我现在我的骨子里依然是高傲的 现在你们应该也看得出来 我的骨子里其实还是高傲的 但是 我起码能够让自己在跟别人就是近距离相处的过程当中啊 给别人一种好的感受 因为你的高傲要用实力做承接 知道吗 你的高傲如果没有实力做承接 你那个叫自命不凡 你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这个不是市场给你的价值 不是市场给你的定位 我小的时候真的是个非常非常高傲的人 就是对任何人我都爱W 我眼睛就长在天花板上 我还以为别人都很喜欢我 因为我认为我很优秀 别人喜欢我就是因为我优秀 所以别人就得喜欢你 我告诉你们 当你们的优秀与他人无关的时候 他们人不会因为你优秀而喜欢你 只有你的优秀为他人产生了价值 他人才会因为你的优秀而喜欢你 是这样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光环呢 是吧 我也教你们呢 不要看中一个人的光环呢 是不是 也是样 你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样的 不要觉得自己有光环 就可以俯视他人 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什么能力 有一些什么条件 然后就可以对别人进行降维打击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 当你没有真正具备 给别人价值的能力之前 他会让所有人远离你 你们永远都记住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因为你漂亮而讨厌你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因为你优秀而讨厌你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因为你身上的那些优点而讨厌你 如果别人讨厌你 一定是因为你有这些优点 随之伴随着的那些缺点 因为你觉得你漂亮 你觉得你有能力 你觉得你优秀 所以你就看不起别人 所以你就不愿意主动融入群众 所以你就喜欢对别人呼来喝去 这些才是别人讨厌你的点 如果说你又漂亮又优秀又有能力 你家境又好方方面的 你还对每个人都很好 你还让每个人都觉得 这个女孩子怎么愿意帮助我呢 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他愿意对我这么亲切呢 为什么他这么好他还这么的亲近呢 对不对 他反而可能你做了一个三分的事 因为你方方面面的优秀 他会把你这个三分放大成三十分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们是看到一个普通人 对你们笑 你们会觉得这个人不错 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大美女对你笑 你是不是就会觉得花枝烂颤 对吧 他其实是这样的 懂不懂 所以说任何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断的去修炼自己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停的去修炼自己 让自己逐渐逐渐的 不管是从外在还是从内在 品行德行 上面都越来的越完整 越来越圆满 可能会经历一些 让自己觉得好像不是自己的过程 但是如果你的自我 让你感到痛苦了 让别人远离你了 那么你的自我可能没有那么有价值 不如把这个自我改掉 下定决心 付出时间 然后把自己变成自己最喜欢的人 别人就会喜欢你 大家没有关注的网络 总让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月连麦 或者是害怕跟曲曲走丢 找不到曲曲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思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 来下一个 我这个口红是蓝蔻的116 我用了很久了 哈喽你好 曲曲你好 你好 你说 曲曲你好 我关注你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经常刷你的视频 然后觉得你讲的很好 我很喜欢你 就是给了我很多启发 我就是想问一些情感问题 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 我是25岁 目前在职 长相7.5分 打算明年考研 家里是做小生意的 我的工作的话不是很顺利 然后我前段时间 谈了一个男嘉宾 是对对碰认识的 他目前在考研家里有几千W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对我比较好 就是会送礼物点外卖 陪我聊天什么 但是在我们三个月发生 关系之后他就对我有很大的转变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发生过 但是我没有跟他说实话 就是他是初恋 然后我们不冷不冷的关系 也就是维持了两个月 中间他也不再有精力付出 然后我也提了几次分手 然后前段时间他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就跟他坦白了 然后他选择了分手 我想说就是我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应该怎样去处理 就是他这件事情的问题出在哪里 这件事情的问题出在你选错了人 没有别的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去找一个 我们不要去找一个有这种情结的男生 对自己没有好处 这件事情本身要该发生都是正常的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可以为自己的身体负责 你想跟谁就跟谁 有过这样的经验很正常 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跟他说 然后不需要跟他说 不需要跟他说 他问过吗 他没有问我 他说在等我说 他没问过你为什么要说呢 我们对于自己的故事 对于自己的历史 对于自己的隐私 也可以选择不告知 嗯 嗯 明白了 嗯 然后我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 就是我之前谈的一个男嘉宾 就是 男二把也是对对控认似的 嗯 他是做研发的 比我大四岁 工资是年入三十W 他他是对我比较好 然后我家里也比较看好他 就是他目前在等我 嗯 嗯 我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跟他 有没有必要跟他继续 也就是 为啥分为啥分 近围城这样 为啥分 我就是 不想那么早结婚 然后对他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想结婚的想法 就是感觉差一点 我觉得可以啊 可以继续啊 你现在想结婚了吗 现在也没想好 但是他应该是 最后等我的时间了 就是他家里 你多大了 我今年二十五人 他比我大四岁 你在几线城市啊 我在一线城市 你在一线城市 你还是个大清朝的个脑子 你现在您收入多少 因为我也就工作一年 您收入多少 我的工资的话是月入7k这样 这男的呢 他是 月入 2万 2w 那他 他也在一线城市吗 对 他也在一线城市 可以可以接 可以接 可以接 但是我想的是明天我要考研的话 会不会就是以后 我们俩一地会不太好 为什么会一地啊 你不是在一线吗 他不是也在一线吗 对但是我考研的话我想的是回家里 你不用考那个研 那有啥好考的呀 因为我工作现在目前也不是很顺利嘛 然后就是 你要考研你就在一线城市考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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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线城市考 就是在跟他在一起 对的 你这个收入7k 你在管什么 考不考研什么 这扯的蛋 不用想那么多好不好 要不就努力工作提升收入 要不就努力工作提升收入 要不就结婚也很好 好不好 不要搞那些鬼 跑那些鬼片的地方去干什么 但是我其实对这个读研其实有执念 你就在一线城市读 我把它去换一个 明白了 懂了 然后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就是读研的话 我可以边读研边创业这样吗 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 可以呀 但是你创业你不要往里头投很多迷 不要借迷创业 不要带迷创业 好嘞好嘞明白了 还有问题吗 好了 谢谢区区 没有了 拜拜 你们一线城市居然还有女孩子 还在25岁了 你居然还在纠结那个男的跟你说什么 你原来有 他是不是有病啊 你拿个敲 给他脑子敲开 看一下他脑子里都是啥 这什么玩意儿啊 真的是 你说你要是在个三十几岁的地方就算了 你在一线城市还能遇到这种人 你是挖第三尺找了个 找了个什么东西你那是 找了个古董 挖第三尺挖了个铜钱币出来了是吧 毛病 大家没有关注的老公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实际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约连麦 或者是害怕跟区区走掉 害怕我们找不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思维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下一个 男的一个湿巴烂 男的真是个湿巴烂 下沉的不得了 哈喽 是我吗 你好 你好我想跟正常婚礼 就我现在有个心动男嘉宾 然后他明确表示只能跟我断责 所以我现在还该不该围这个标 以及如何围这个标 就是 你不要动你的手机和麦克风 好 然后我在漂亮国是25岁 然后刚刚是漂亮国top10学校的硕士毕业 就5月份刚毕业年收入是60W 颜值7分身材7分17056 然后穿着打扮的话就是女性化特质比较明显 然后刚开始外 刚开始用国外的这种dating app 只要是在app上遇到的男生呢 他们都会主动约第二次 然后最近遇到一个新一男嘉宾是 台湾人30岁 然后外表是6分嘛 然后他也是漂亮国前10男BA 然后也是刚刚毕业在世界就是top管理公司 年薪我大概估计是100到130时间 但是他就没有 他完全没有问过我的收入和工作什么的 然后第一次约会 我们俩就是从7点聊到凌晨1点 聊的都是一些公语话题 他眼神也不敢看我 我就觉得可能对我也没啥兴趣吧 他就是出来闯聊天的 然后没想到他第二天醒来 就立马又约我第二天见面 又玩了一整天 然后第二天见面之后 就比较冷淡 就我觉得可能第二次约会 就成为一个太多约会的点 然后第三四四五 第五次都是我主动约他 但是他一约他就能很积极的出来 然后第四次的时候 聊着聊着他就说 我对你是完全透明 完全诚实公开 我觉得你不是我可以走long term的对象 但是shall term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女生不公平 因为很耗费女生的青春年龄 然后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是只想long term的 所以我先说清楚 然后我就说你为啥跟我说这个 就是现在 这就开始跟我下这个判断下决定了 他说他现在三十了 就想看一个找一个 一看上去就能一见钟情笑 原地结婚的人 他说台湾话就是超正的女生 他说感觉现在没有 对我喜欢的那种 可以死磕一辈子的感觉 所以其实是可以短期谈恋爱 这样他一定会提分手 然后可能这样对我伤害更大 然后他表示如果我们来 是casual dating的话 我想约他 他就会 我也随时都可以出来 因为他说和漂亮女生出来 dating也无所谓 但是我任何时候想停止的话 他都完全尊重 然后我就问他这种 我就 细问他 他就说他 现在即使碰到非常心动喜欢的 他也是他也是不主动 他是非常被动的人 他说他是一个 不会拒绝别人的人 哎呦我的妈 他五段都是因为他太随和 太包容 在感情里完全一只女生来 他他自己已经感觉不ok 但是他的女朋友感觉不出来 然后他过去五段恋爱 都是他甩女生 而且女生就是分的时候极度不同意 然后这个当天我就做好了以后 不会再见面的准备 我就主动对他 嗯 case啊傻子 然后就把他领回家 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实质式的发生 然后第二天约会完我们又见了 基本上就是我一撒娇 他就会百忙之中大了愿跑来见我 然后就是约会中我就一直不要他 我就说哎挺想你 他就很警觉就开始跟我讲说 现在说好了 我们俩将来一定不会跨过 那女朋友这条线 因为没有想要跟我什么原地结婚那种冲动 就只要约会就ok 然后他呃周一说他就去出差了 走之前我还跟他撒娇 说万一我出差我很想你咋办 我想找你来的话咋办 他说那就打 只要没下工作就可以打 然后他就果然第二天出差第二天 就对我稍微热情的 你都会跟我主动找我说话 我也就是热情回应 但也没有不想去找他 因为我看什么经外关系 说就是该说的说 该不做的不做 我就在所以我在想 这个男的是不是 是可以围标的 还是说 就是还是是到底是哪一部分有问题 是价值不够还是主动性不够 不是之前你讲的 明渣嘛 没什么问题啊 明渣嘛 明渣明多偶 那不是多偶吧 我 是 是 必须是 这怎么还不是呢 你怎么还反驳我呢 他就必须是啊 多多我的意思 但我觉得他 他要是那个他完全可以 就跟我确定一个 确定什么 确定一个 短期关系还是还挺 那 他是在跟你确定管制关系 他就是在跟你走PY呀 他明着跟你说PY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那个呀 他可以那个呀 他说了呀只要你找我 我都OK呀 嗯 他说 他就说我不想跟你就是 就是 就是谈 对他得让你先明确 他不会对你是一对一关系 然后才能有那一步 他的免责声明做得非常之清晰呀 这不是明渣 明多偶吗 我 他说挺清晰的 他就说我可以跟你 就是谈 在谈一段时间之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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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目的 懂吗 语言是目的 他跟你讲这些东西 只是为了明确的告诉你说 你要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你千万不要把你定义成我的女朋友 你哪个地方不理解呀 你是哪个地方 他都在说大白话 他没有搞什么文言文 哪个地方不理解 我 我不是解决 就是 他 他之前是有女 就是他之前不是多 有女朋友 你怎么知道他之前跟你讲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样的呀 那就算为 那好那我就这么问 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他的女朋友是价值不够还是主动性不够 不是 他是多偶 他之所以现在这么跟你聊是因为他的经济实力还不够 懂吗 啥叫 我想问一下啥叫多偶 多偶 就是他需要同时有很多个伴侣 懂了吗 明面上女朋友也只有一个 对不对 我的妈呀 你的意思是说你愿意当别人多偶之一是这意思吗 不愿意 但是不是我是觉得通过我刚才交流过一种 他是明面上女朋友可能只有一个的 他有了女朋友说他不会跟其他女生 不是的 他骗你的 你的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你的理解是不对的 他跟你表达的东西只是针对他对于你这段关系的定义 而不是针对他对别的 他对你表达的东西是为了把你们盘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去表达的 如果他是一个单偶 如果他是个单偶的话 他会非常清晰 他要不就是不搭理 懂吗 根本不搭理你 他没有必要搞这扯来扯去的这些东西 他要不然呢 就是跟你玩了再说 再看 走一不看一不看 合合式 不合式的拉倒 但是他的行径是多偶行径 因为他是在跟你两个人释放信号 懂吗 他是在跟你释放说 我不是不能跟你怎么招 而是不能把你当作唯一的女朋友 他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是他在给你释放的意思 他希望你能接受他的一二三四五 然后再跟他怎么样 他的免责声明做得非常清晰 他实则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多偶属性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讲 是因为他现阶段经济实力不够 懂了吗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经济实力很强的大佬 他今天就不会这么跟你讲了 他现在会这样 是因为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起步阶段的多偶男 OK 那这个其实都没有必要再推进 完全没有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这也不是我价值不够 也不是我主动性不够 也不是我不在他自我矿点 价值呢是这样的 这种男的呢 他也许会伪装单偶状态 就是说他想搞定一个老婆 或什么的时候 那么他一定是要这个人的价值非常高的 那这个价值肯定你也是不达标 但是也不改变他的多偶属性 就是哪怕他找了一个价值非常高的女的 也不改变他的多偶属性 哈哈哈哈 嗯 那假假如说假如 in case我还是很想大概相处那段时间 应该抱着什么心态 p y啊 不是我没有那个 就是没有没有 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去相处啊 有没有那个也不影响啊 你知道终局是什么就行了呀 终局就是这样明白的好 嗯 行 那我还有一些general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会发现我 在这边经常会有很多这种 比较帅气或者条件比较好的男生 然后都能约上会 但是我不一定能跟他们确立 最后确立到关系这一步 嗯 有很多种情况 有一些男生呢 他本来就有长期对象 因为很帅的条件又看着很好的 男的大概率都是有长期对象的 只不过呢 他们还是会出来约 就这样 都不影响 两条线并行的 这一种呢 占到80%的概率以上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 他还是觉得你的价值不够 说白了 他也觉得你的价值不够 嗯 但你这个男的是个多少男 别人我就不知道 我只能跟你说 就是类型很多 但你这个是个多少男 嗯 明白 嗯 还有一个就是 我在想有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也是多 就是我也能 我 我 对 因为有有 我也有一个男生啊 男同学他对我付出非常非常多 然后很纯情 但是我一直在就是不上头 我就想就随时找到一个正经的男朋友 把他给就是 就是断了 我就 我就在想 就是 我也 我就在觉得 我是作为一个女生 我有这种想法 嗯 没毛病啊 那我怎么样呢 好吧 那我没想问起来 谢谢 你们年轻 小年轻的女孩子啊 特别容易有胜负欲 其实说来说去啊 骨子里就是个胜负欲 你老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没看上我 是不是这个什么那个 我非得搞定他不可 这个胜负欲 真的会害死你们的 真的 当你对对方产生胜负欲的那一瞬间 你就已经输了 知道吗 因为对方 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对手 你都没有没有 他都没有觉得你有资格 站上他的竞技台 你却把他当做了你的竞技对手 这是不对的 骑驴找马是骑驴找马的心态啊 骑驴找马是骑驴找马的心态 都很正常 都非常非常正常 这个男生的心态也很正常 你的心态也很正常 但是你肯定是没有达到这个男的责任框架的 而且这个男的绝对是个多偶 知道吧 多偶是他同时要跟好多女生交往 是这么个概念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同时跟好多男生交往啊 骑驴找马跟多偶不是一个概念 知道吗 多偶就是他的人生终极目标 他此生做的每一件事的每一种努力 他最终都是为了达成他的多偶属性 这个是多偶 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一个男人的多偶 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实现他的多偶 想改变一个多偶男的女人是最愚蠢的 知道吗 他只会从明的变成暗的 但他绝对不会被彻底改变 他只会从明的变成暗的 你们给我记住了 他只会基于他有多么忌惮你 他有多么忌惮你这个人 会决定他把那些事藏得有多好 但是你不会改变他的多偶属性 因为他如果不能多偶了 他会觉得他失去了他生命中追求一切的意义跟价值 明白吗 你拿什么去跟别人生命中追求的一切意义跟价值去 去相斗争啊 不切实际的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或者是月连麦 或者是害怕找不到我直播间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思误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我在金贵的关系里面给大家讲过非常清楚 单偶跟多偶的区别是什么 单偶男并不是说他只会有一个半女 并不是 单偶男的概念是 他一段时间只能把他的情感和身体 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他有明确的重心 这个叫单偶 我这么跟大家讲 当一个男人他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很难去确保他的绝对忠诚 很难 因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 或者说你老了对不对 有的女人嘛 你也会绝心嘛 是什么不好听的 到了一定程度 他还依然很很旺盛 对吧 他还是那种又老又有味的那种 他还是可以找 所以说单偶男的概念是 他是一段时间呢 他只会把他的情感跟他的身体 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而且他自己内心当中本身对这件事 道德不认同 明白吗 就是他自己知道这个事不对 所以呢 他在做这个事的过程当中 他总是会有愧疚心态补偿心态 他不是补这边就是补那边 总而言之呢 他总是要通过一些动作 来平衡他的这种愧疚感 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说单偶 并不是说他一段时间一定只有一个伴侣 不是的 而他的情感跟身体 会有明显的重心跟倾斜 但是多么难 他是在第一 他的道德绝对认同 就是他对于多偶这件事 他本身是认为这件事 就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跟生命意义 他跟单偶是不认同 他觉得自己做这个事不对 但是多偶不是多偶 是觉得 这不就是我追求的吗 我就是要这么干 他是这个意思 而且他无论找多少个 他基本上都能做到一碗水端的比较平 他对于每一个女嘉宾之间的情感和付出 都抱着非常强的抽离状态 他对于每个人都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或者特别少的 不太有 他只会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 比如说你让他不高兴了 你让他不爽了 或者怎么样 他会制裁 他会去权衡 但是呢 从他的骨子里头 内心世界来讲呢 他并没有太多的差别 他对大家都是基本意识同仁 是这个意思 懂了吗 是这个意思啊 你们 你们首先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这个心脏 有多大 懂吧 先掂量掂量 我跟你们讲 有些东西啊 它是天然的不对等 有些东西是天然不对等 因为你们知道女生跟男生 他的生理结构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女生相应的来讲呢 单偶属性的偏多 也不能说完全啊 也不能说绝对都是 但是呢 女生他的单偶属性会偏多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他的生理结构不一样 会导致他做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的安全系数不一样 这个就叫基因 懂了吗 因为男的呀 就是他不会像女的有那么多毛病 他那个东西不是在里头吧 一个在里面 一个在外面 他一个就是 明白 他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不舒服 但是一个就很容易不舒服 所以在这一个点上 就会导致 女性他天然的单偶概率大 多偶概率低 男的他天然的多偶概率高 单偶概率低 懂了没 就是这个意思啊 也不是说大家都没有百分百的 女的也有多的 来他没有关注的我 怎么让你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约连麦啊 或者是害怕 错过曲曲的直播间 找不到我的宝门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单偶 我 我是个彻头 就是单的不行了 那种 所以说我对男的就是 就是那方面比较挑剔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好 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你说 好的 我今年27岁 然后进入了尾城三年了 我的家庭是普通的工系阶级 然后个人是娱乐主播 年收入百多万 我和我老公算被被对碰认似的 然后从某种程度上 算实现了阶级跨越 公婆对我也很好 家里资产加起来大概有一个小太阳吧 但是我老公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现在每天跟他相处很痛苦 他不上镜 然后天天各家里打游戏 工作收入为零 精神方面交流也是零 十点半非常不和谐 他属于有点缺陷 然后每次都是两分钟不到 我们是一个月一次 然后现在是因为家里的公司资金短缺 然后结婚半年后 公婆就把我的彩礼和嫁妆 钱借走了 共160W 台里是100W 价装是100W 然后两年了都没有提及过还米的事情 日常我公公婆婆 花钱也大手大脚 一个月打牌都是几十万米的输赢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提过还我的钱 所以这点让我很不舒服 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人也没涂到 名也没涂到 就土婆婆他们对我好 目前我也是自己赚钱自己花 他们家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 我现在是存款300万 然后无房无车 然后现在也是带球两个月了 但是南方家里不是勤 我现在诉求就是 一个是我想把娃娃夹掉 然后扯快乐阵 继续从事直播行业开传媒公司带人 但是我自身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有多囊 我家人建议我把娃娃留下来 至少以后还能分浪米 将就是过以后割完割的 可是我的钱还在南方父母那里 我该怎么样能够让我利益最大化 你有多少米在他们那儿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吧 你就直接去跟他聊吧 你就说我现在有娃了 你们怎么想 他们想不想要娃 他们是肯定想要的 但是我是怕我说了之后 他们就不允许我夹掉了 那允不允许你 他也说不算你懂吗 你就跟他聊就说 现在呢这个事儿 你就直接把他儿子是个什么情况跟他说 哈喽 你直接把他儿子是个什么情况跟他说 就说他身体不好 应该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这个东西呢现在有了 有了呢 我觉得可能大家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呢 你说我们现在关系不好 我其实不是很想要这个球 你说你们看是怎么弄 他们可能说一定要 你说那我有一个最低标准 就是前面你拿我的一百六先给我 然后后面必须你要给我多少 作为这个球的保障 一次性到位 我建议你就是直接一次性开口 开一个三百五百的口 可是我是想扯快乐症的 不重要啊 你先把米拿过来再说呀 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以为我实现了阶级快乐 我本来价格它就是涂米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米也没涂到 人也没涂到 其实就是看中光环了嘛 我们天天说嘛 看中光环的宿命是被白皮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拿着这个东西去谈挺熬剑 往高了谈 让他们跑价还价 然后米拿到手了之后 你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你建议我就是 另一个就是我有我的顾虑 就是我觉得我扯了这个症之后 然后把娃娃夹掉之后 我怕我以后找对象不好找 别人会比较嫌弃我 因为我现在接触的都是直播行业的男性 然后正常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社交权 你跟我讲啊 你要是这么怕呢 我就建议你把这个球留下 知道吧 这个快乐症吧 可以扯 其实无所谓 把球留下 因为球是你自己的 但是快乐症的确实可以扯 这个都无所谓的事 以后嘛可以再找机会 因为你的内心有点不太强大 你的内心不够强大 你说你现在吃什么 又要夹娃娃 又要扯快乐症 万一过几年你要是 没有找到更好的对象 然后到时候呢 要球又要不上 你会更焦虑 所以我觉得球可以要 这个围城 无所谓 那要球以后不会影响我 找对象吗 哎 你是从哪个年代过来的 你自己一年挣一百多 你怎么天天琢磨这个事 干什么呀 没男的能死吗 你都跟这个男的 接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一个什么很好的生活 这个对象是给你带来什么了呢 嗯 有合适的就找 没合适的就不找呗 房产多什么的 以后没有什么烦 你找对象最终要落地的是什么 自己快乐 对呀 然后 你现在这个对象也没给你快乐呀 你未来再找一个 有没有快乐 这都是未知数 但你现在这个反正是没快乐 你琢磨这个事干什么呢 无非就是可能性的问题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在直播行间 我遇到一个身家几十个太阳的男人 他扯了快乐症有两个小朋友 然后我和他其实是保持蓝眼知己的状态 有一年 在但是他不知道我的情况 然后早几天跟他说了我在围城内的事情 他就跟我慢慢冷却了关系 他这一年大概给我花了20个 然后 所以我在 所以我很纠结这方面的事情 就是啥呢 嗯 我怕我以后那都是这种 哪一种 嗯 会嫌弃我 扯过症 然后 夹过娃娃 那会的 你就这么理解 好不好 那会的 你就这么理解 你再思考好吧 要不然你能把自己急死 你能把自己焦虑死 真的 你就理解成 只要你扯了快乐症 所有的人都会嫌弃你 你就这么理解吧 然后你再看怎么做选择 好吧 在基于这个理解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做选择 行 嗯 行行行好 谢谢 谢谢 困扰了我很久了 谢谢 我要帮你们一起去预设问题啊 我能被你们累死 对不对 我们天天说 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不预设问题 你们天天要跟我预设问题 一个晚上要跟我预设100个问题 万一这个嫌弃我怎么办 万一那个嫌弃我怎么办 你自己都把你自己会嫌弃死 你还指望别人不嫌弃你 那肯定嫌弃的 对吧 对吧 我们的思维方式很简单 谁嫌弃谁就鬼 我们思维方式很简单 两条腿的男人满街跑 对吧 我不要把所有的诉求 放在一个男人身上做实现 我就没有忧虑 对吧 我为什么非要让一个男人实现 我所有的对于情感的需求呢 你们所谓的嫌弃无非就是 希望这个男人又能爱你 又能包容你的过去 又能接纳你的网 是吧 还能给你花米 你说你要对别人 以后就这么高好干啥呢 你哪位啊 对不对 我们哪位啊 你就是个正常人 两个眼睛 一只鼻子一张嘴 对吧 他为啥要方方面面的 都对你最好呀 都觉得你最棒啊 都最爱你啊 无论你怎么样 他都爱你如初呀 凭啥呀 我们不这么想问题 我们想问题很简单 你能给我什么 我就要什么 你有什么我就拿什么 对吧 十点半你就找十点半好的 你想抽米 就找愿意给米的 你想找共鸣 你就找那个能给共鸣的 对吧 不就急了吗 我不要一个男人包容我的全部 因为也没有一个男人能吻合我的所有条件 我要你包容包容我个屁 两条腿的男人真的满街跑啊 你但凡只找到图一样东西 你说这个两条腿 男人是不是满街跑 你们就是想从一个男的身上要全部 你就会发现这个世上的男人真的是 好男人好稀有啊 问题你现在找的这个也不打地啊 你怎么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呢 你现在找的这个男的是一个方方面面都很OK的男的吗 方方面面都让你很满足的男的吗 你这个男的不也很稀巴烂吗 那你这个男的稀巴烂 你再找一个男的稀巴烂 那不是很正常的个事吗 对不对 每个男人都稀巴烂 这不才是应该的 每个男人都烂苹果 这烂的口子不一样 对不对 这还还 你嫌弃嫌弃呗 你不嫌 你嫌弃我哪一点 对吧 我就找一个不嫌弃我这一点的 是不是 怎么就想不通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吧 走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E或者是约连麦啊 或者是害怕跟曲曲走丢 害怕找不到我们直播间的宝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大家 来下一个 下一个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好 哈喽你好 你好 你说 听得到吗 听得到你说 喂是不是有点卡呀 我不卡你说呀 你好曲曲老师 我关注你有一段时间了 嗯 嗯 经常看到你的视频 感觉你很正能量 人又长得美 挺喜欢你的 谢谢 然后 嗯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年龄是28 现在个人存款有七八十个 然后房子车子也买了 我是最近几年是在二线城市 做YSA的 然后就是原生家庭西八难太差了 有重男轻女那种就是一点都帮不了我 还有我补贴的那种 然后嗯我自己挺爱学习的 然后自己自考了一个本科 金融金融行业 然后呢 就是本 这个月呢 回来老家三四县城市这边市里面 嗯 想 就是主要想 找个对象入围城吧 主要年龄大了 然后呢 自己市里这边又人生地不熟的 感觉工作跟找对象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就是挺迷茫挺焦虑的 找亲戚朋友介绍呗 可是就是太差了 你都回到那个地方了 不就是要找个差的吗 要不然你回去干啥呀 但是我想 靠自己看能不能就是说 找个优质好一点的 你那啥地方呀 还优质的好一点的 那有几个优质的好一点的 可是我觉得去做的那一行 我主要就是想要改变一点自己的命运吧 你改变命运 你就在那个城市单 就好好努力工作呗 改变命运 你现在回一个小地方 你要找对对方对象 那找的肯定是low的呀 那怎么能够跟你在大城市的YC里头 那些客户比呢 确实啊 我心里面就是 怎么怎么样都不甘心的样子 你这不切实际的事情 你不甘心个毛线 你们老是搞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你那个大城市的YC 别人一个晚上的消费 等于那个小城市的那个男的一个月的收入 你这怎么 你这怎么能够对等吗 这个事儿 可是我因为房子买在自己本市里嘛 所以我就想 就是能不能找的 你想什么还要看达成的可能性 好不好 你们那个地方没有这个土壤 你要的优质是什么优质 你告诉我 就是最少年录的话要几十个吧 年录几十个在你们那里有几个 你找那个说没的跟你搞一搞 那肯定是不行 那怎么办呢 你要不从小学开始培养 好吧 去小学门口多一个 是不是 不是你那都没有 你怎么找嘛 你跟我们那个我们这阵路平的 谢粉一样的 他那个鬼 他这个鬼小地方 他他年入百万了 他要找人家要找优质男的 我说你那个都妈都快混成首富了 你找什么优质男 你在你们的小地方都快混成首富了 还找优质男 这怎么找得到吗 都没有这个土壤啊 但是我这边市里面 就是跟我老家还是有点距离的嘛 有两要两三个小时左右 我但是我这个市里面 我自己也没有待过 然后就感觉 好像各方面也还行吧 就是想碰一碰 碰一碰碰一碰 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 怎么入手 你就把软件打开啊 对对碰啊 都可以啊 交费啊 街坊邻里的 都是介绍介绍 找个机构啊 不都可以吗 但是这些也是要先包装自己吧 因为我自己什么也没有做过啥 以前只在公司做过一些行政啊 你就说你以前是在一线城市做行政的 现在回来想结婚不就完了吗 你要包装啥呀 然后我家里的对对碰也 我也是这么介绍的 但是介绍来的就是很菜啊 我跟你说啊 你多大了 28了 你呀 就接受现实吧 好不好 因为小地方确实是优质的太少了 人家早800年都结婚了 那剩下来的都是 都是这个 那怎么办呢 你们不要觉得什么 哎呀我回来小地方我就能够掐个尖了 那怎么掐得着呢 越是小地方的人 他越是很早很早的 他就要结婚了呀 大城市他对于年龄有容忍度 他可以慢慢找啊 慢慢等啊 对不对 好多大城市三四岁男的都没结过婚 但越是小的地方 他越是优质的 他越早的就不抢完了吗 那不是 这不是现实吗 你呀 把软件打开 好不好 广撒网 工作上 蛤 你广撒网把软件打开 广撒网 广撒网 把软件打开 你没有别的出入了小姐 然后 我又想着自己看能不能开个小店什么的就是会吸引的比较好一点呢 我跟你说差别不大 实话实说肯定差别不大 知道吗 小地方呢 他的生活水平本身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男的呢 他对于女的这个物质水平啊 其实他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 他主要还是要看你漂亮不漂亮啊 年不年轻啊 生育能力咋样啊 他还是靠这些东西 他并不是靠你的经济实力 你也不可能说真的把你的经济实力搞到多么牛呗 而不现实 懂吗 我的早上也还过得去吧还行吗 是啊 我都说了开软件啊 你不要想着说搞什么店了 搞店没有有助于你的择偶 还没听懂啊 没有 这不是加分项 好的好的知道了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我每次啊 讲的很多东西啊 很多人理解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长了后眼睛的 知道吗 因为我们是通过大量的案例 我们已经知道 所有的模型大概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我呢 并不认为 那些在大城市干YC的女孩子 适合回家去找人接盘 我真的认为这不是一条 这是靠你们想象走的一条路 但是真正在实操的过程当中 这条路非常难走 因为你的物欲啊 你对人看人的眼光啊 已经排到了一个完全就是跟小城市不兼容的地步了 你说你找一个对象是为了什么 你找一个男人是为了什么 你肯定得景仰他 你得尊重他 崇拜他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你不会愿意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呀 难道你在大城市干YC的女的 你能够回去养男人吗 你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就算是愿意去降低自己的物欲 你也得找一个能够让你养世的人 但是你在那个小城市能让你养世的人又有几个呢 你在大城市看的那都是 每年什么至少是几百万上千万的 老板 然后你到了那个小城市 你听他们每天讲的那些东西 你都听不进去 你都累 是不是 每天 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呀 我为什么 你看我们都不愿意跟家里的亲戚朋友一起玩 为什么 因为他们聊的那个天 我听着我就很累 知道吧 我要去听你那个今天那个菜涨价了 明天那个菜跌价了 今天那个藕多少钱一斤 明天那个牛肉多少钱一斤 完了以后你跑到小城市去 你说我可以过个小日子 你人能在物质上过小日子 但是你在精神上呢 你看得起吗 你面对那些男的的时候 你说你原来接触的那些男的 一年挣几百个 一个月都是几十个 你到了小城市 那个男的一个月挣几k 一个月挣万把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一个月 你一年挣几十的 一年挣几十的那在小城市怎么着 他也是个有生意的 这种对吧 人家不早早了就去结婚了 挖到三个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他就是他整个他就是错配 需求是错位的 需求就是错位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 你们不要老是想要给自己留退路 找退路 不要这样 我一门心思冲到底完事 明白吗 我一门心思冲到底 我起码我这一辈子我还有个心气 我在大城市 我死的我要扎下来 对不对 我要么就走事业 我要么搞情感 可以啊 我找男的总而言之 我要找能维持我的物质水平的 对吧 你们看有些女的很厉害的 她们跑到美国去 对吧 黑下来 然后找那些老头 对吧 先拿身份 打了以后 扯快了刃 再往上扒 人家那个才叫可行性路线 明白吧 因为她知道回头路走不了 没有回头路可走 你们老是还没开始就想着回头 还没上路就想着回家 你还不如不出来 你把你的眼界养高了 你把你那个水平眼光养高了 消费水平养高了 眼界养高了 你再回去再找你找个毛线 你找谁啊 对吧 你还不如不出来 想要笨 你就一门心思给我笨到底 不要一边要笨一边往回缩 要笨要往回缩的 你直接就躺平 对不对 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累 搞那么累干什么呢 再连一个来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吧 总要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那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金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月连麦 或者是害怕错过曲曲直播的 我们左上角头 下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后台私 我们下播也会回复你们 hello 你好 曲曲你好 可以听到吗 你说可以 曲曲你好 我是纪维的学员 感谢你的出现 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也切实的帮我改了命 你是我的恩人 那祝你在以后的哪一天 都比仙女还要冒美 次次的十点半都能无比快乐 那现在我的生命 你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今天我要咨询的是 正常的互联关系中 我如今的基本盘 应该去匹配 寻找一个怎样的伴侣 那如果以后遇到 合适的目标对象 也会考虑EV1 另外是针对我现在的情况 我对于这个房产的配置 该如何选择 那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 我是30岁 单身三年多 因为遇到了贵人呢 年收入目前是100多 原生家庭是农村家庭 父母帮不上任何忙 从上高中开始 就全部是自己 做自己人生的各个重大决策 所以也走了很多弯路 目前在二线城市 是研究搜寻里 外貌比普通人稍好一些六分吧 无房无车 由于之前认知不够 脑子不清楚 和前男嘉宾在一起的时候 恋爱脑无条件支持他创业 签了很多年 今年才还清 中间还有学习的开销 所以目前存款是只有60个 之前的情感关系都是一团糟 也在大学的时候 遇到过比自己大10岁 出来骗说自己是单身的骗子 总是所有女生能踩的坑 我全部踩了一遍 那今年上半年遇到了曲曲 才把我脑子里的水往外倒了高 现在开始我想认真的找互联对象 因为我身边的圈子也没什么这种资源 所以去了几家对对胖机构交费 但对对胖机构报的收入 只说了实际收入的一半 我对于布置是没有特别特别高的欲望 那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是不知道要找怎样画像的一个男性 机构领悟权目前给我筛选的 一部分是稳定工作 大概年入一二十的未婚男性 那这部分男性看到我的收入 会有些被吓到觉得我是女强人不顾家 一部分是经济好一些 但是扯过开了重的男性 这部分男性有些说不合演员 有些也是觉得重的太多 不顾家压不住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成熟 看起来有文化一些的那种男性 没有谈过弟弟 另外你说从过往的人生里找经验 回顾我自己的经历 我目前的工作能力还可以 但是从来没有男人给自己花过米 也是经常被光环迷惑 所以被白批 之前对于感情方面一直是猪猪了 现在有时候感觉自己内心里 会因为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年龄 还是会有一些不自信 不知道区区看的话 我现在对对碰机构的时候 应该是把自己的收入写逼一些吗 我还可以做哪些我能实现的改变 以你海量的案例 提到说剧看 您觉得我这种情况的女生 应该是去匹配怎样的男生结婚 以后会幸福感更高一些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你说完了吗 您先回答这个问题吧 一会我再说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你呢 是一个经济完全独立的一个女性 对吧 30岁年龄也不是很大 你在什么城市 二县城市 你在二县城市 你在二县城市 首先第一点啊 我建议你把年龄报销 这是第一点 你在出去对对碰的时候呢 我建议你把你的年龄 写在什么二十七八这样 年龄是他们几乎都会看身份证 所以没有办法报销 找一下吧 美副胜手 明白啊 首先呢年龄往小一点报 知道吧 首先呢是要进池子 你不能不进池子 懂不懂 再一个呢就是 我觉得你的收入 没有必要往低了些 嗯 你呀要相信 现在这个世界上 男人的现实程度 知道吗 虽然你们不想去吸引 一个很现实的男人 但是呢 你要么呢就干脆写 自己年龄十几二十算了 你要是想找优质的男性 你的收入高啊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所有的男人 他都不会讨厌收入高的女人 他只会讨厌收入高却很强势的女人 你要把这个逻辑搞懂 所以你找男人呢 无论这两个方向 一个呢就是很优质的 收入也比较高的 门当户对的 要不然呢就是找个弟弟 帅的身体好的 就这两个方向 你不要找第三种人 其实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之前负债比较多 然后 所以我是怕我收入计的太高 最后男生说 为什么你收入这么高 现在存款这么少 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 你为啥还告诉人家你的存款呢 很搞笑的 你还上来报存款 就这个不用做 你啥呢跟他说 因为我现在资产 就是手里没有什么资产 我怕他们会问起来说 你的钱都用来干嘛 有房有车吗 没有 现在还没知第二个问题 不是那你挣的钱都去哪了 都还债了 对 因为之前就近年才还清 所以目前手里的存款比较少 但是现在你的收入 还是在增长的对吗 一年一百多个女朋友 那就问题不大 我跟你说 你就跟人家说 你说你之前在工作 然后现在呢 就是比如说开始创业了 或者怎么样 然后现在做的还不错 关键是在于 你对于自己的包装要上来 知道吧 你要有一年收入一百多个女的 的这种质感 明白了 明白 要不然这些男的吧 其实很很肤浅的 你看男的是最喜欢买豪车出去谈生意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认知 你就要对标他们那个认知 你要让他一眼能看出你有实力 那么呢 他们就不好意思去探究你的背景 再问就是那过去的在工作嘛 在体制内或者在什么 随便说 然后呢找到个机会嘛 然后就开始自己做生意了 然后这两年还不错 就这样简单一点 好的 那我现在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我老家和目前所在的城市 是都还没有房子 我现在是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是买二线城市的刚需盘全款 第二个是副首付买二线城市的豪宅 第三个是先不买 把现金留在手里 并且我也想在老家现成买一套房子 那您觉得我现在的情况应该怎样选择比较好呢 不买 不买 但是呢米存好 如果说有男的 你方便便条件比较看得重 对吧 但是呢人家可能现在 房子比较小啊 或者什么 你可以跟他说呀 你说我们两个人如果结婚的话 可以你回头我们可以一起换一套大的 好的 另外时间还有我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几个骗子 所以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想起来 还是有一点心理阴影 就是每天听去去的直播 所以还有就是现在的经济状况也好了一些 这会儿这个心理状态已经好很多了 就是不知道您对于经历过这种情况的女生 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助快速的走出去呢 哎呀身体先行嘛 你不要把自己的米掏出来 然后呢多谈就好了 不要去不要去就是说 不停的渲染自己受过的伤有多深 知道吧 因为你们越是去提越是去记这个事吧 他就越是难以忘 不要把它当个事 大家都经历过创伤 都经历过骗子 没有几个女的没经历过骗子的 好的 谢谢你 继续谈 随便谈好不好 你都捏入百万了 你现在是二线城市捏入百万的优质单身女性 出去就是要牛 厉害 我牛歹 我牛逼轰轰 懂不懂 因为现在就是二线城市的这个对立东机构 每次跟我说的都是因为他们机构熟利的那个高端的男性资源 可能还是更关注女生的年龄 好的那我就坚持 对的 不行的话呢把软件打开上面男的多的很 好不好 好的 谢谢你 爱你 好 拜拜 再见 年入百万了 还 在二线城市是年入百万的女的 你已经到金字塔间了 好吧 真的 我跟你们讲 我以前 小的时候可傻 我老听那些男的 搞你觉得每天出来开酒啊 是吧 开个那种小什么小野马那种车 我老觉得人家肯定 特别有钱 收入特别高 后来我发现 其实好多人做的个小生意 一年也就这么个小几十个 是不是的 很多二线城市你看起来好像啊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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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牛掰的 他其实就搞了个很小的小生意 他们给别人做个小工程 那个毛利率都特别特别的低 对吧 有的人说起来 哎呀开口闭口 什么那边几百个 这边几百个 他那个毛利率啊低的吓人 手上的那个线米真的很低很低 都是那个信用卡 拆东补西 做的那些工程小的不行了 这个芝麻工程 跟别人贴个瓷砖 真的是这样的 完全 然后平时还要搞得自己牛逼 昏昏昏的 其实压根啥也没有 怕屁也不是 我不是跟你讲了的 我小的时候可傻 我跟那些男孩出去蹦迪嘛 然后呢 我就觉得那些男孩说起来 都是什么富二代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那个时候我那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那个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 我 我毕业没多少时间 可能也就 15 15年 1415年左右吧 然后我当时不是投酒吧 这个那个的 我一年大概也50来万吧 那个时候 然后那男孩就问我说 我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对象 我看人家条件好 你知道吧 那我说 那我觉得一年有200万的收入就可以了吧 我说完这个话以后 那男孩眼睛瞪得跟童子一样大 他说 你凭什么觉得别人一年要收入200万呢 然后 我当时 我都没理解 他到底是嫌我说多了 还是嫌我说少了 我真的不知道 当时他是嫌我说多了 还是嫌我说少了 后来我说 我说他我不大毕业的 我还全国拿那么多奖 我现在也很年轻 我一年收入也有差不多50来个 我说我要找一个年入200的男朋友 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那个男生他就 就这样 我都是一直 我多少年我都没有理解到 他到底是说 我觉得我说多了 还是觉得我说少了 你知道吗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很多很多 他们根本一年就没多少收入 男的特别喜欢打肿脸充胖子 他跟我们的概念根本就不一样 他们其实一年可能还没我收入高呢 他们就可以在外面撒 就可以在外面 哎呀又是泡妞啊 又是开酒啊 又是干嘛干嘛的 其实根本就是我们其实只是把把米都扎起来了 我们只是把米都扎起来了 没有花而已 那其实很多男的他只是把这些东西都贴面上了 甚至于还要掏 还还掏个窟窿 在外面冲大 为了拿一些小项目干嘛的 我后来真的是把这个事理解的透透的 所以说在什么二线城市啊 什么三线城市啊这种 你年入百万往上了 我告诉你 你在这个城市就是横着走 横着走 知道吗 那些你所谓的什么啊 好像挺牛逼的 我跟你说男的的身家啊 往三折打了 至少 就是他给你的那个感觉 跟他的实际身家 至少往三折打 真的是这样 男人说的完全不靠谱 真的完全不靠谱 完全不是那把事 大家没有关注的吗 我走上得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上粉丝牌 家的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约连麦啊 或者是想要了解 十点半相关知识的宝宝们 想要提升这方面的啊 那个能力的宝宝们啊 左上角头 先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大家 我们现在下播了 下一场星期六 早上十点 准时准点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拜拜